甄嬛传 甄嬛传是刘恋子所著后宫小说巅峰之作 女主角甄嬛会智兰心追求真爱 然而在后宫太多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爱终究是奢望 无论生存之争怎样惨烈 她对于美好仍然心存期望稀迹 这是刘恋子在悲鸣和探碗中架空出的后宫历史 历史如戏 戏如历史 让我们跟着甄嬛的成长轨迹 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我出进宫那天是个非常晴朗的日子 玉祥门外整齐排列着无数专送秀女的马车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保持异常的沉默 这场选秀对我意义并不大 我只不过来转一圈冲个树边回去 爹爹说 我们家的女儿骄纵惯了 怎受得了宫廷约束 娘也总说 像我这般容貌家事 一定要给我挑最好的郎君 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 我甄嬛一定要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 而皇帝坐拥天下 却未必是我心中认可的最好的男儿 至少他不能专心待我 因而我并不细心打扮 只脸上略是粉黛 略略自尽身份 以前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 可轻易小瞧了去 却不想天不遂人愿 因皇帝问我名字是哪个环 我脱口而答 蔡申辞 环环一鸟储宫妖 正是臣女归名 而引起皇帝注意 竟被选中封为贵人 好在有自幼相熟的沈梅庄相陪 还有在秀场新认识的姐妹 安玲蓉一同入宫 姐妹三人有个照影 我便带自小服侍我的刘珠 换臂入住唐梨宫 我刚入住唐梨宫 就迎来皇后娘娘和华妃的各种赏赐 随后其他嫔妃的赏赐 也源源不断送来 一上午车水马龙 门庭若市 三日后四更天 我起床沐浴更衣 梳妆打扮 这是进宫后第一次进见后宫后妃 非同小可 义宫的下人都有些紧张 伺候的分外小心周到 刘珠换臂手脚麻利地 为我上好腌制水粉 佩尔在一旁捧着一盘首饰说 第一次进见皇后 小主可要打扮得隆重些 才能咽压群方呢 刘珠回头无声地看她一眼 她立刻低下头 不敢再多嘴 我顺手把头发捋到脑后 淡淡地说 书如意高桓极即可 这是宫中最寻常普通的发极 极后别一只小小的 银溜金的草虫头 又挑一件浅红流彩 暗花云锦工装穿上 颜色喜庆又不出挑 怎么都挑不出错处的 我心知自己已在心境嫔妃中 占尽先机招人侧目 这次又有华妃在场 实在不宜太过引人注目 越低调谦卑越好 锦西进来 见我如丝打扮 朝我会心一笑 我便知道 她是很赞成我的装扮 心智远胜诸人 我有心抬举锦西 只是我与她相处不久 她是唐立宫的长室宫女 我还不知根知底 不敢贸然信任 赋予重用 觐见完毕 我与梅庄 玲蓉结伴而行 同届入宫的良财人上前 与含挑衅 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着那么多赏赐 宫里可还放得下吗 梅庄笑了笑 和气地说 我与晚贵人都觉得 众姐妹应同享添加恩德 正想回宫后 让人挑些好的送去 没成想 梁妹妹先到 就先挑些喜欢的拿去吧 说着 让内奸把皇后赏的东西 捧到良财人面前 不料良财人看也不看 微微冷笑 姐姐真是贤德 难怪当日选秀皇上也称赞呢 看来姐姐还真是会腰买人心 纵使梅庄端厚有寒养 听了这么露骨的话 脸上也灯石下不来 气得满脸皂红 我心中不愤 但我与梅庄行事已惹人注目 若再起事端 恐会惹火烧身 正有预见 只见苏日怯弱的玲蓉 从身后闪出 走到良财人面前 微笑说 听闻良姐姐出身书香门第 妹妹真是好生敬养 良财人傲然道 我家中是寻扬出名的书香世家 岂是你小小现成之女可比 真是俗不可耐 玲蓉不孕不恼 依旧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不卑不亢地说 妹妹本来对姐姐慕名已久 可惜百闻不如一见 妹妹真是怀疑 关于姐姐家事的传闻是恶传呢 良财人游字不解 叙叙地说 你若不信 可去寻扬一带打听 我和玲蓉梅妆 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 连身后的内奸宫女 都捂着嘴偷笑 良财人见我们笑得如此势态 才解过未来 顿时怒色大现 身掌向玲蓉脸上锅去 我眼睛手快 一步上前 身掌避开她的巴掌 谁知 她手上反应奇快 另一只手高举直挥过来 眼看我避不过 要生生受她这掌锅之辱 她的手却在半空中 被人一把用力抓住 再动弹不得 我往良财人身后一看 立刻屈膝行礼 华妃娘娘极笑 玲蓉梅庄和易干工人 都被良财人的举动吓得震住 见我行礼才反应过来 纷纷向华妃请安 良财人被华妃的近身内侍周宁海 牢牢牢抓住双手 既看不见身后情形 也反抗不了 见我们行礼请安 已是吓得魂飞魄散 浑身贪软 华妃喝道 放开她 良财人双脚站立不稳 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磕头如捣钻 连话也说不完整 只懂得拼命说 华妃娘娘饶命 我们三人也低着脑袋 不知华妃会如何处置我们 华妃坐在工人们端来的座椅上 闲闲地说 秋来宫中风光很好啊 良财人怎么不好好欣赏 反而在上林院中这样放肆呢 良财人替泪交加 哭诉道 暗选是出言不逊 臣妾只是想训诫她一下而已 华妃看也不看她 温柔地笑起来 我以为中功和我都已经不在了呢 就要劳烦良财人 你来训诫公平 真是辛苦 她看一眼地上浑身发抖的良财人道 只是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样的辛苦 不如让周公公带你去一个好去处吧 她的声音说不出的妩媚 可是此情此景听来 不由地让人觉得字字惊心 仿佛这说不尽的妩媚中隐藏的事 说不尽的危险 她悠然自得地望着上林院中 鲜红欲滴的枫树 缓缓地说 今年的枫叶这样红 就赏良财人一丈红吧 我闻言 俗人一惊 一丈红是宫中 惩罚犯错的 妃嫔工人的一种刑罚 取两寸厚 五尺长的板子 则打女犯臀部以下部位 不计数目 打到筋骨阶段 血肉模糊为止 远远看去 鲜红一片 顾名一丈红 周宁海应了一声 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内奸 一同拖着良财人走了 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良财人已然昏死过去 我的心砰砰乱跳 华妃果然是心狠手辣 谈笑间便毁了良财人的双腿 我欲想欲视心惊 静计片刻 才闻华妃说 当财良士已下犯上 以卫碑之躯 意图殴打贵人 让三位妹妹受惊了 你们先下去歇息吧 众人如逢大赦 急忙告辞退下 只听哀悠一声呻吟 却使玲蓉已然吓得腿也软了 华妃轻笑一声 甚是得意 我和梅庄立刻扶了玲蓉离去 只走到圣灵院深处的松丰亭坐下 我这才取出丝巾擦了一下额上的冷汗 丝巾全如湿了 抬头看梅庄 她脸色煞白 仿佛久病出狱 玲蓉身体微微颤抖 三人面面相去 俱使感到惊惧难言 久久 玲蓉才说了一句 吓死我了 我沉吟片刻说 宋文华妃专宠 无人感业其风 却不想她如丝狠辣 梅庄长叹一声 只是可惜了良才人 她虽愚蠢狂妄 却醉不至此 玲蓉急忙向左右看去 生怕被华妃的耳目听了去 直到却信四周无人 才急小声地说 华妃严惩良才人 似乎有意拉拢我们 我沉默良久 见梅庄眼中也有一律之色 她低声说 以后要养人鼻息 日子可是难过了 三人听着耳边秋风 卷起落叶的速速声 久久无言 回唐立宫 已是傍晚 锦西等人 见我良久不回 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见我回来都松了口气 说皇后下了一旨 从明晚起 新进宫廷开始侍寝 特地嘱咐我 好生准备 我听了 更是心烦意乱 晚膳也没什么胃口 只喝了几口汤 便独自走到 堂前的庭院里散心 我遥望着宫门外 重叠如山巒的 电雨飞檐 心事重重 华飞对我和梅庄的态度 一直暧昧不明 似乎想拉拢我们 成为她的羽翼 但又保留了一定的态度 所以既在昭阳殿 当众出言打压 又在上林院 为我严惩梁才人出气 可是她那样雕华 梁才人分明说 是为训诫凌荣才出手 华飞却把责罚她的理由 说成是梁氏得罪我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我已树敌不少 从梁才人的态度 便可发现 众人的嫉妒和不满 只是梁氏焦躁 才会明目张胆地 出言不讯和动手 但这样的明刀明枪 至少还可以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若是明日 头一个被选中侍寝 受到皇帝宠爱 以致频频有人在背后暗算 那可真是房不胜房 恐怕我的下场 比梁氏还要凄惨 一想到此 我仍是心有余悸 华飞虽然态度暧昧 但目前看来 暂时还在观望 不会对我怎么样 可是万一我胜券优渥 危及她的地位 岂不是要成为她眼中钉 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 那我在这后宫之中 可是父辈受敌 形势大为不妙 爹娘要我保全自己 万一我获罪 连真是一门 也免不了要受牵连 我望着满地细碎凋落的金柜 心中暗暗有了计较 夜风吹过身上 不由地漫起一层寒意 忽觉身上一暖 多了一件绸子外衣在身 回头 见幻璧站在我身后 关心地说 夜来风大 小姐小心着凉 我疲倦地一笑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爽快 命小允子去请太医来瞧瞧 记着 只要温氏初温大人 幻璧慌忙叫刘珠 一同扶了我进去 又命小允子去请温氏初 温氏初很快就到了 我身边只留刘珠幻璧二人服侍 其他人一律候在外边 温氏初搭了麦 又看了看我的面色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问道 不知小主的病从何而起 我淡淡地说 我日前受了些惊吓 晚间又着了凉 我看她一眼 她立刻垂下眼睫 不敢看我 我徐徐地说 当日快雪宣庭中 大人曾说过 会一生一世对甄嬛好 不知道这话 在今日还是否作数 温氏初脸上的肌肉一跳 显然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问一句 立刻跪下说 小主辞言 微臣承受不起 但小主知道 臣向来遵守承诺 况且 她的声音 逼下去 却是无比坚定诚恳 无论小主身在何处 臣对小主的心意 永至不变 我心下顿时松快 温氏初果然是个长情的人 我没有看错 我抬手示意她来 宫中容不下什么心意 你对我忠心 恳守前约就好 我声音 放得温和 如今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温大人 肯否帮忙 她道 小主只需吩咐 我面无表情 直视着明灭不定的竹颜 低声说 我不想事情 她一惊 转瞬间 神色恢复正常 说 小主好生休息 晨开好了方子 会让御药房送药过来 我吩咐刘朱 宋大人 我又让幻璧 拿出一定金子 给温氏初 她刚要推辞 我小声说 实是我的一点心意 况且空着手出去 外边也不太好看 她这才瘦了 幻璧 服侍我躺下休息 温氏初的药 很快就到了 小印子 煎了一服 让我喝下 次日起来 果然 并发作得厉害 温氏初 温氏初禀报上去 晚贵人心计受惊 感染风寒 诱发时疾 需要静养 皇后派身边的刘安人 来看望了一下 连连惋惜我 病得不是时候 我挣扎着 想起来谢恩 却是 力不从心 刘安人便匆匆起身 去回复了 皇后 指了温氏初 替我治病 同时 命沉长在 和十美人 搬离了唐立宫 让我好好敬养 我派锦西 亲自去奉仪宫 谢了恩 开始在唐立宫 独居的生活 甄嬛无意入宫 却被封为贵人 因得皇后诸多赏赐 引发良才人嫉妒 在华妃 以仗红 惩戒良才人 敲山镇虎后 甄嬛受惊 与温氏初串谋 装病避宠 甄嬛只想保全自己 无意争宠 但他装病避宠 能成功吗 后宫争斗 是他想避 就能避的吗 病情一传出 宫中人人 都在背后笑话我 他们无不以为 我虽貌美如花 却胆小如鼠 是个中看 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众人对华妃的畏惧 更是多了一层 开始的日子还好 华妃以下的嫔妃小主 还亲自来拜访问候 华妃也请了宫女 来看望 很是热闹 一个月后 我的病人无好转之相 依旧缠绵病塌 温石出的医术 一向被宫中嫔妃称赞高明 她也治疗得殷勤 可是我的病 还是时好时坏的反复 温石出只好向上禀报 我弃弱体虚 不敢滥用虎狼之药 需要慢慢调养 这一调养 便是没了期限 消息一放出去 来探望的人也渐渐少了 最后除了唇长在 偶尔还过来外 时常来的就是 梅妆 玲绒和温石出了 真真是庭院冷落 门可罗雀 谁都知道 一个久病不遇的嫔妃 即使貌若天仙 也是无法得见圣言的 更不要说成恩或宠了 好在 我早已料到这种结果 虽感叹宫中之人 屈言覆试 却也乐得自在 整日窝在宫中 看书 刺绣 慢慢调理身体 我虽独居深宫 外面的事情 还是瞒不过我 通过梅妆和玲绒 传了进来 只是 他们怕爱着我养病 也只说一句半句的 可是 凭着枝言片语 我也明白了大概 梁才人事件 梁才人事件和我受惊得病后 华妃的气焰已如日中天 新晋宫贫中 以梅庄最为得宠 事情半月后 进封为贫 赐号 慧 其次是梁院 刘令贤 和田贵人 杜沛君 只是 还未成气候 旧日贫妃中 新贵贫 丽贵贫 和秦方仪 也还受宠 梅庄若宫才一月 还不足以和华妃抗衡 所以事事忍让 倒也相安无事 只是 贫妃之间 争风吃醋不断 人们在争斗中 也渐渐淡忘了 我这个患病的贵人 不知不觉 入宫已有三月了 时至新年 宫中也日渐 透出喜庆的气氛 大家正围在桌边 剪窗花 不想 小允子 竟会剪真人像 一勾一画 剪出了一个我 甚是有趣 正巧 上林院西南角的梅花开了 我想着 带着小巷 挂树枝上去祈福 让他们都不要跟着 一人独自前往 尚未进圆 远渊便闻得一阵清香 银银绕绕 若有似无 只淡淡地 引着人靠近 越近 越是沁人肺腑 我喜爱得很 挑一只花朵开得最盛的梅枝 把小巷挂上 顾不得满地冰雪 放下风灯 诚心跪下 心中默默助导 甄嬛 一愿父母安康 兄妹平安 二只愿 能在宫中平安一世 聊此残生 想到此 不由得 心中黯然 想要不卷入宫中是非 保全自身 这一生 只得长病下去 在这深宫中 埋葬此身 这第三愿 想要 愿得一心人 白手不相离 更是痴心妄想 永无可期了 想到这儿 不由得心中 酸楚难言 常叹一声道 逆风如解忆 容易莫摧残 话音刚落 远远画树后 忽想起一把低纯的男生 谁在哪儿 我大大的吃了一惊 这园子里有别人 而且是个男人 我立刻晋升 呼得吹熄风灯 闪在一棵梅树后 那人停了停又问 是谁 我立住不动 双手全握 只觉得浑身动得 有些僵住 隔着花影 看见一抹 银灰色衣角 与我相距不远 上面的团论密文 隐约可见 心中更是惊骇 呼得回头 看见身后 闪过一色 翠绿色的宫女衣装 我灵机一动道 奴婢是 以梅园宫女 出来祈福的 不想扰了尊驾 请恕罪 那人又问 你念过书吗 叫什么名字 我心下不由地惶恐 定了定神道 奴婢贱明 恐污了尊儿 听他又进了几步 我急声道 你别过来 我的鞋袜湿了 再换呢 那人果然指了脚步 久久听不到 他再开口说话 过了虚雨 听他的脚步 渐渐往别处走了 再无半点动静 我才回神过来 连忙拾起风灯 摸着黑 急急跑回了唐离宫 时日渐暖 我因一向太平无事 渐渐也减少了服药的次数和分量 身子也松泛了些 天气好时 我会去太叶池边荡秋千 这日 我正荡秋千 突想到 杏花输营里 吹笛到天明 来了兴致 让刘珠去取消来 正独自荡着 却见一男子 站在我的身后 他穿一袭 海水绿团服便服 头戴赤金三冠 长身玉丽 风神朗朗 面目极是清俊 只目光炯炯地打量我 却瞧不出是什么身份 我脸不由得一红 屈膝浮了一幅 不知该怎么称呼 只得保持着行李的姿态 静默半晌 双膝微觉酸痛 我只好窘迫地问 不知尊家如何称呼 那人却不作声 我不敢抬头 低声又问了一遍 他仿若刚从梦中醒来 轻轻地嗷了一声 何言道 请起 我微微抬目 留意他的肤色 他似乎是发觉了 道 我是 清河王 我既知是清河王玄陵 更是窘迫 嫔妃之身与王爷见面 似有不妥 于是我退远两步 略欠一欠身道 妾身 后宫晚贵人真是 见过王爷 正想告辞 留珠捧着萧过来了 那人一眼瞥见 那脆色沉沉的萧 只叫我来一曲 我推却不过 只得推开一丈远 宁神想了想 映着眼前的景色 细细地吹了一套 杏花天影 一曲终了 清河王却是默默无声 只是出神 我静默片刻 轻轻唤 王爷 他这才转过神来 我低声道 妾身献丑了 还请爷莫要怪罪 他看着我道 王好久没听到 这样好的萧省了 自从 纯阳皇后去世后 再没有人的萧省 能打动 本王的耳朵了 我上前两步 含笑道 多谢王爷谬赞 只是 妾身怎敢 与纯阳皇后相比 欠一欠身 天色不早 妾身先行回宫了 王爷请便 他喊手一笑 也静自去了 隔了一日 依旧去那秋千上 消磨时光 忽觉有人伸手 大力推了一下 我的秋千 秋千晃动的幅度 轻刻增大 我一惊 忙双手握紧秋千锁 我还以为 是留桌搞怪 叫他再高一点 没想 瞥见一个背影 竟是王爷 吓得我从秋千上 掉了下来 竟被他抱住 心一慌 忙跳下地来 窘得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下去 他却扶掌大笑 说 今日是他唐突了 明日午后 他会拿两本曲谱来 望我一同鉴赏 我看着他的笑容 如此美妙 竟无法拒绝 此日 下起大雨 我想着约定 冒雨前去 他竟没来 不禁 闷闷不乐回去 想着我俩身份悬殊 以后 还是保持距离 一连隔了几周 我才又去那荡秋千 却碰见不知礼仪的 鱼娘子 对我语带羞辱 我忍不住教她礼仪 她却觉得 我为不过高她两级 但并没她受宠 凭什么指使她 我无意争执 却遇皇上为我出头 不想 居然是她 我不禁愣在当场 她不仅将于事 降为更衣 还要敬我为婉贫 我说 臣妾 一于设计无功 二于龙脉无助 三尚未侍寝 时时不敢领受 皇上天恩 她却说 我当得起 还说 那日大雨 她并不是故意爽约 她本一走到半路 但太后突然传旨 要她到皇后殿中一聚 她急着赶去 结果淋了雨 受了几日风寒 我文言一急 忙问她可大好了 说完 又觉自己问得愚钝 大使失态 不由又红了脸 低声道 臣妾愚钝 她宽和地笑 说 后来朕想着 那日的雨那么大 你又在静养 定是不会出来了 我的声音 几乎细不可闻 臣妾并没有爽约 她目光猛得一亮 喜道 果真吗 那你可淋了雨 有没有伤着身子 她这样问我 我心中既是感气 又是欢喜 仿佛这几日的苦闷惆 都如浓雾 遇见日光般散尽了 道 多谢皇上关怀 臣妾 没淋着雨 臣妾很好 我的头 几乎要低到胸前 她四指 托起我的下巴 破我抬头 只见她 目光轻烈 直直地盯着我 我心中 碰碰乱跳 不由自主地轻声道 皇上 如何欺骗臣妾 她嘴角上扬 笑影更深 若我一早说破了 你只会怕我 为我 献媚于我 那不是真正的你 若你和其他的妃子 没什么两样 朕也不会重视 和你的约定 她突然伸手 握一握我的手 问我冷不冷 呼得一把打横 将我抱起 我轻轻惊呼一声 本能地伸出双臂 抱住她的颈 她笑道 不行劳累 朕抱你过去 我大是惶恐 又不敢挣扎 只是说 这回招来非议 叫别人议论皇上 臣妾万万不敢 她含笑道 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妃子 别人爱怎么议论 就议论去 说着她脸上 闪过一丝 促侠的笑意 反正 这也不是第一次抱你了 我羞得不敢再言语 只好顺从地 缩在玄陵怀里 任由她抱着我回宫 我突如其来的 禁风和戎宠 给表面不蓝不惊的后宫 造成极大的震动和冲击 勾起了无数 平日无所事事的人的好奇心 而后宫众人的好奇心 伴随着羡慕和肚恨 以礼物和探望的形式 源源不断地流淌到我的宫中 让我应接不暇 我在这生疏而短暂 充满了好奇 敌意和讨好的热闹里 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决定 以迎接战斗的姿态 接受皇帝的宠爱 奉献上我对他的情意和爱慕 我不知 这是不是一条 充满危险和荆棘的道路 但那个称光明媚的下午 和皇帝玄灵的笑容 为我开启了另一扇门 那是一个充满诱惑 和以你繁华的世界 是我从未接触过的 尽管那里 同时也充斥着刀光剑影 和毒药的脂粉香气 但我 停止不了 我对他的向往 我让人请来温太医 向他表明决意 并让他在一个月内 慢慢治好我的病 皇帝也很是关心我的病情 隔一天 必来看我 见我精神渐渐振作 脸上也有了血色 他很是高兴 不久 皇帝招我侍寝 还赐交房之宠 接连照姓八日 这招来华妃的不满 我怕一开始势头太近 会后继不足 便在这日侍寝时 向皇帝见言 望他与路均沾 不想 竟惹他不快 事业 玄灵果然没有再翻我的牌子 小允子一早打听了 皇帝去看已长久无宠的雀妃 应该在他那流宿了 我虽意外 但只要不是我 也就松了一口气 但没想到 华妃竟主使人 推梅妆溺水 我想是冲我来的 但苦于没有证据 梅姐姐未免打草惊蛇 只对皇上说 是自己不小心失足落水 静待时机 伺机而动 前元十三年 四月十八 我被禁封为 从四平晚宜 虽只禁封了一几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总是件喜事 把我入春以来的风头 推得更近 迎来鹤网间 后宫 后宫一如既往地 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与祥和 我暂时 松了一口气 时近五月 天气渐渐炎热起来 我的身子早已大好 只是 玄灵放心不下 长教温时初 调配了些 意气滋养的补药 为我调理 偶然发现 鱼庚衣只使宫女花碎 太监小印子 在我药中下毒 被我人赃并获 皇帝之小后 大怒 下令将鱼庚衣赐死 但我直觉 此事没这么简单 背后应另有幕后主使 我就以鱼庚衣之死 让小玄子来装神弄鬼 没想到 竟下封丽贵贫 丽贵贫口不择言的供出 是华妃指使于更衣 来谋害我 在皇后的配合下 华妃被司夺协理六宫之权 丽贵贫也被打入冷宫 华妃失事后 宫里安静了不少 没了眼前这个强敌 我以梅妆都松了一口气 只安心顾宠 甄嬛史记 装神弄鬼 下封丽贵贫 丽贵贫贫贫出 华妃指使于更衣 谋害甄嬛仪式 在皇后配合下 华妃被司夺 协理六宫之权 丽贵贫也被打入冷宫 虽然华妃失事后 宫里安静了不少 但后宫的争斗 就此会停歇吗 甄嬛能安心顾宠吗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吧 甄嬛一心 想装病避宠 却仍获焦房之宠 究竟是福是货呢 6月19是瘟疫的生辰 天气有些热 宴席便开在了福利店 岸上明酒佳肴 仙淑野味 威风福莲 令人心旷神怡 梨花白 酒味甘醇清甜 厚劲却大 酒过三巡 我脸上热热地烫起来 头也晕晕的 建筑人把酒言欢 兴致正高 便悄悄扯了流珠出去 换件衣服醒酒 外面 果然比店里空气通透些 流珠陪着我 看了会儿花 又逗了会儿鸟 不知不觉 走得远了 忽见假山后 一汪清泉 清澈见底 望之生凉 四周也寂静 并无人行 我一时玩心大胜 随手脱了足上的绣鞋 抛给流珠 挽起裙脚 伸了双足 在良玉 沁人的泉里细水 呼听圆圆一个声音 徐缓吟诵道 云一窝 玉一缩 我暗想到 这是礼后主的词 其实 后主出于大周后 后主吟诵新词 大周后谈烧槽琵琶 舞泥商语一曲 何等康力情深 欢乐如梦的日子 我想的入神 竟没发觉 那声音越来越近 猛然间闻得 玫瑰醉的气味 却夹杂着一股 陌生男子的气息 兜头兜脸 席卷而来 我心中一虎 足下青苔 腻腻地滑溜 身子一斜 便往泉中摔去 眼见的 就要摔得狼狈不堪 呼得身子一旋 已被人拉住了手臂 一把扯上岸来 还没回过神来 只听他笑嘻嘻道 你怎么这样情 我一惊之下 大是休脑 忙喝道 你是谁 他打亮了我几眼 目光忽然驻足在地上 嘴角浮起一缕 浮光略影地笑 李后主曾有言 赞家人夫白为 朴色欲柔情 所言果然不虚也 我一低头 见他双目直视我的裸足 才发现 自己慌乱中忘了穿鞋 雪白赤足 隐约立在碧绿芳草间 被他去了去品蹄赏玩 我又羞又急 忙扯过宽大的裙服 遮住双足 自古女子裸足最是金贵 只有洞房花烛夜时 才能让自己夫君瞧见 如今竟被旁人看了 顿觉尴尬 大事修残难当 又听她出言轻薄 心里早恼了她 我欠了欠身 正色道 王爷请自重 刘珠惊讶地看着我 小声道 小姐 我看也不看她 只淡淡道 刘珠 见过清禾王 刘珠虽满腹疑问 却不敢违逆我的话 一言失了一礼 清禾王 微微一审 你没见过我 怎知我是清禾 我维持着 淡而疏离的微笑 反问道 除却清禾王 试问 谁会依管子弟不离身 谁能得以 西域禁贡的玫瑰罪 谁又能在宫中 如此不拘 她危险诧异之色 小王失忆了 随即仰天一笑 你是皇兄的新宠 我略点了点头 维持着表面的客套 嫔妃冒犯王爷 请王爷勿怪 说吧 不愿再与他多费唇舌 失了一礼道 皇上还在等嫔妾 先告辞了 直到走得远了 我才郑重对刘珠道 今日之事 一个人也不许提起 否则 我连救死之地也没有了 刘珠从未见我如此神色 慌忙点了点头 我略消了消气 整理了衣容 悄悄回到席间 玲珠急道 姐姐去了哪里 这么久不回来 梅姐姐已叫人找了好几回了 我淡淡一笑 酒醉在偏店睡了一晌 谁知睡过了头了 没想到 曹琴末上次以玄灵借玄青之名一事 调拨我与玄灵不成 这次竟用设计陷害我眼惊鸿舞 好在有梅妆 玲珠和玄青的帮助 得以惊鸿异舞 尽封为结余 不久便是中秋 中秋节礼仪入返 玄陵在外赐宴朝臣 晚间后宫又开家宴 皇后操办得极是热闹 皇长子雨离 与淑和温仪两位地鸡 承欢膝下极是可爱 殷玄青自淑贵妃离宫后 一直由太后抚养 太后见她在更是亲厚 拉了她在身旁坐下 听她说这几月所浏览的 属地风光 太后虽听得颇有欣慰 但她见风流泪的顾及 自入冬以来一再发作 事物也越加模糊 她不便久坐 看完了烟花也就回去了 太后一走便少了许多拘谨 玄灵照我坐于她身侧 道 你最爱听这些 刚离那么远 怕是听不清楚 不如让老六再说一次 说着逆眼带笑看玄青 你肯不肯 玄青微微看我一眼 微笑道 皇兄要不美人一笑 臣弟合另一言 我却摆手 臣妾是才听得清楚 不劳王爷再重述过了 王爷还是照旧讲下去吧 玄青端然做了 说起因秋雨激流巴山的情景 原本秋雨缠绵十数日 难免心头欲解 不想巴山夜雨 竟是如此美景 反而叫陈弟为此景 多留连了几日 她款款而言 峨眉的红春小雨 似雨不见雨 苍翠诗人衣 离江的萌萌细雨 又多似物清隆 加州的南湖的雨是 微雨欲来 青烟满湖 而西子之雨是 水光烈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唯有巴山夜雨 却似故人心肠 徘徊窗雨 若非倾诉离愁 便是抬解愁怀 我微笑嵌深 王爷可有 对于于膝窗下 剪竹火 寻觅古人情怀 他的目光 留住于我面上 不过一瞬 玄疾已经淡然笑道 共见西窗竹 才是赏心乐事 小王一人又有何去 不若 卧雨而眠 一觉清梦 我抿嘴点头 王爷好雅兴 只是如此 怕是体味不到 一山所说 何当共见西窗竹 却画巴山夜雨时的情趣了 他略略收敛笑容 一山在巴山 有锦色可思念 小王亦有诗酒解诱 他的目光 微微一领 道 小王不解 共见西窗 却可入梦 仿装生梦蝴蝶 我举袖眼唇 对着玄灵一笑 玄灵道 装生小梦迷蝴蝶 不知是装生迷了蝴蝶 还是蝴蝶故意要迷装生 我微微低头 傅又举眸微笑 眼中一片清淡 蝴蝶也许 并不是故意要入装生的梦 玄灵并不看我 接口道 也许是装生 自己要梦见蝴蝶 玄灵颇感兴趣地看他 怎么说 玄灵 只以一语对之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而已 玄灵不由福长 大笑道 原来装生丝目蝴蝶 玄灵只是淡淡一笑 仿佛事不关己 窈窑窦淑女 君子好求 或许蝴蝶就是装生 心目中的淑女 皇兄以为如何 玄灵饮下一杯酒 自幼读史论文 父皇总说 父皇总说你别有心才 说着看我 你对诗书最通 你意下如何 我只是微笑到最大方得体 蝴蝶是装生的理想 淑女为君子所求 我轻轻吟诵 我轻轻吟诵 官官居鸠 在何之中 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 我浅浅笑 理想之于人 也许不如现实 能够握在手中一般踏实 她的神色 有一瞬的尴尬和黯然 很快只是如常 我的心咚咚地跳 生怕一句话说得 失了轻重 反而弄巧成拙 我只是要提醒她 如此而已 或许她根本不需要 我的提醒 她那样聪明 从我语气 就可了然一切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 我的心里 总是无法安全安定 现在的我 和玄灵很好 即使我只是 她所宠爱的女人之一 可是她对我的心 并非轻挑 我只希望 安全地 过我自己 在宫中的生活 我清楚明白 她的人生 和我完全不同 我的命运 已被安排成为 后宫 诸多女子中一名 我的岁月 便是要在这 朱红宫墙 脂粉队伍中 好好活下去 而我的人生 只要沿着这一条 漫漫长路 一路穷穷而行 直到我精疲力尽 直到我被命运的 眷骨抛弃 直到我终于 被新的红颜淹没 等待我 等待我的 永远只有两条路 得宠或失宠 而她 她的人生太过精彩 仿佛锦绣长卷 才刚展露一角 有太多的未知和可能 远非我可比你 皇后合尽微笑 后宫之中 论才 当属真结于第一 唯有她 还能与六王 对答如流 若换了本宫 当真是要 无言以对了 冯淑仪一笑 当真的 说实话 臣妾竟听不明白 王爷和节鱼妹妹 说的是什么 什么蝴蝶呀 妆生呀 淑女呀 臣妾真是听得 一塌糊涂 玄灵的手 在周围下 轻轻握我的手 道 他们在谈论 庄子和诗经 家宴结束后 嫔妃依次散去 夜深人静 我全握于 香软厚实的锦背中 锦细睡梦中 轻微的呼吸声 缓缓入耳 太静的夜 反而让人的心 安定不下来 西窗下 那一双烛火 依旧灿灿而明 我与玄灵 曾在此 剪竹赏心 何当共剪 西窗竹 我忽然想起 是才在晚宴上 与我画 八山一语的人 却是玄青 然而 西窗近在眼前 八山 却条条千里之外 我只抓住 我只抓住眼前的 舍尽求远 我不会 过了几日 去皇后宫里请安 众人陪着皇后 在狼舞下赏花 春暖花开 鸟语花香 众嫔妃 软语娇俏 阴阴历历 说得极是欢快 突然 皇后养的狸猫 猛地窜出 直冲着度量地而来 我在角落 正准备避让 却不知被谁一推 撞向度量地的肚子 和飞扑过来的 面目猙獰的狸猫 我吓得 几乎叫不出声来 度量地 也是满脸惊恐 他威龙的腹部 静看起来 叫人没来由地 觉得圣洁 我心底一软 忽然想 那里面会是个 怎样可爱的孩子 来不及细想 我一横心 身子一正 斜斜地歪了过去 砰的一下 重柱落在地上 很快一个身子 滚落在我的手臂上 珍重 痛 脸颊 似被什么尖锐的东西 刮到了 火辣辣地疼 我疼得 几乎要落下泪来 只对死命 咬牙忍住 与此同时 惊呼声 引满了我的耳朵 压在我手臂上的身子 很快被人扶了起来 无数人 真心或假意地 关切着问那个身子的 在数 度量地道 怎么样 有伤在哪里没有 急急忙忙 又有人跑了出去 请太医 一群人拥着他起来 嘘寒问暖 几乎无人来问我是否受伤 后来 太医来过 急忙给度量地诊脉 说只是受精 并无大碍 之后 才看向我说 脸上是皮外伤 敷些膏药就好了 只是 手臂扭伤了 得好好用药 他呼得起身 含笑道 恭喜小主 小主 已有近两个月的身孕了 我又惊又喜 一下子从踏上坐起来 手上抽得一疼 我忍不住疼地唤了一声 皇后喜心余色地 称怪我道 怎么有身子的人了 反而这样毛毛躁躁了 得了消息的玄灵 几乎是 衣袍间带了风一样 冲了进来 直奔我踏前 紧紧拉住我的手 仔细看了又看 目光渐渐 停留在我的小腹 他这样正正 看了我半天 顾不得在人前 忽然一把搂住我道 真好 黄欢 真好 我被他的举止 害了一跳 转眼瞥见皇后 低头扶着衣角 视若不见 华妃脸色铁青 其他人 也是神色各异 我又炯又羞 急忙伸手推他道 皇上压着 臣妾的手了 他急忙放开我 见我脸上 血红了道抓痕 游有血丝渗出 试探着伸手扶摸道 怎么伤着了 当他得知缘由后 下令将那梨猫障壁 并封我为婉贵品 携我回唐梨宫 煮我好生休息 四月初 本是海棠初开的时候 唐梨地气偏寒 这个时候 唐后庭院的梨花 恰恰盛开 因我脸颊伤口 还未愈合 不宜走动 又有近两月的身孕 身体越发慵懒 成日期于踏上 或坐或眠 以打发漫长时光 我常用玲珑所赠的 说痕胶 轻视疤痕 并用焦消青纱蒙面 焦消精密软实 用作面纱再好不过 玄灵时来和我作伴 不过是说些有趣的事 博我一笑罢了 为着太医的叮嘱 并不在我宫里留宿 金玉玲锣 各色丸器 却是流水界不断地 送来我宫中 我捡出特别喜爱的几样 留着赏丸 把赏赐按位分 赠送皇后妃嫔 余下的特意开了 尹律轩 暂时作为储物的地方 甄嬛未必伤极度良地 而摔倒 并被狸猫抓伤面颊 被太医诊出 有孕二月 皇上得之后激动非常 赐封为晚贵嫔 后宫争斗如此 有子后更甚 甄嬛能平安生下孩子吗 又会引发怎样的争斗呢 日子这样悠游地过去 时光呼呼一转 已到了前缘十四年六月的晨光 宫中的生活依旧保持着表面的风平浪静 而在这平静里 终于有一弹激起轩然大波 那日晨起 我对镜梳妆 忽觉小腹隐隐酸胀 腰间也是酸软不堪 回望镜中 见自己脸色清白难看 不觉大大一正 锦西正准备去请太医 这时西华夫人身边的一个执事内奸 却过来通传 让我去密秀宫共听事宜 我推脱不及 明知少不了要受华妃一番排宣 但礼不能费 且现在皇上皇后都去寺庙祈福了 华妃贵为西华夫人乃后宫最大 不得不去 我挣扎起身 更衣赶去 但终究是迟了 华妃夫人端坐坐上 见到我 她的眉眼间阴丽之色顿线 喝道 如今就这样目无尊卑 如果真生下皇嗣 又要怎样呢 岂非后宫都要跟着你姓真 我细细解释 她却更怒了 一味逼试着我 终于一字一顿道 女子以负德为上 晚贵嫔真事 巧言令色 以下犯上 法语密秀宫外 贵宋女界 以示教训 静妃和玲蓉 忙为我求情 但这更是惹怒了 西华夫人 她盯着我道 你是自己走出去 还是我让人扶你一把 我端然走至密秀宫外 直直跪下 道 贫妾领罚 是因为娘娘是从一品夫人 位分仅在皇后之下 奉帝后之命 代之六宫侍 并非贫妾对娘娘的斥责 心悦诚服 公道自在人心 而非刑罚可定 她怒极返孝 很好 本宫就让你知道 公道是在我慕容诗兰手里 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 她把书抛到我膝前 自己慢慢诵读吧 读到本宫 满意为止 时至正午 日光拙烈逼人 骤然从清凉 宜人的密秀宫中出来 只觉热浪滚滚一扫 向全身所有的毛孔 习过而来 一片送完 西华夫人 还是不肯罢休 阴侧侧 吐出两字 再念 我 一遍又一遍送毒 小腹沉沉地往下坠 身体又酸又软 我伤心欲绝 皇上说 她已废慕容氏夫人之分 降为妃 妃照不得见 并劝我 别难过 我还年轻 等养好了 再生一个 她轻轻抱住我 柔声叹道 这次 若非六弟 把你救出密秀宫 又遣了人 及时来禀报镇 事情还不知 要遭到什么地步 我微微一正 想起那日 带我离开密秀宫的 坚定怀抱 心 末底一动 不亦 真的是她 然而 我很快回过神来 凝视玄灵 愤愤悲凯道 已坏到了这般田地 还能怎样呢 玄灵 让我相信她 在忍耐一些时候 别让她为难 她总会有一天 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听吧 我很是失望 不再看她 轻轻转过身子 热泪 不觉滑落 枕上 一片温热潮湿 我 枕泪而窝 前缘十四年的夏天 我几乎这样 一直沉浸在悲伤里 无力自拔 那种逼着的暑气 喝着草药苦涩的气味 牢牢印在我的皮肤 和记忆里 挥之不去 后宫 也是寂静 皇后 独自处理着 繁重的后宫事物 偶尔静妃也会协助一二 华妃 不 现在 应是慕容妃 玄陵 并未再处置她 只是不再理她 九月的凉风 浓了柜子香 红了枫叶霜 一吹散了些许 我浓烈的 狮子的哀伤 身子 也渐渐好了些许 这段时日 我因狮子伤心 而失宠 安玲戎在皇后安排下 以歌赴宠 封从无品小院 玄令赐之金履一 梅妆 看我日渐沉迷 带我去冷宫 看失宠的方贵人 和疯了的丽品 以二人之遭遇 为前车之鉴 提醒我 为家族兴衰 和自我生存 做好长远打算 回去路上 我心不在焉走着 不小心撞到齐妃 引来复查贵人挑衅 齐妃和复查贵人 命我跪于长街 并让宫女 扇我脸面 此奇耻大辱 让我终于认清 眼前残酷的现实 为了重获皇帝的喜欢 我要换币等人 在冬天找来蝴蝶 众人都以为我蜂蝶 还是换币求助清和王 才为我寻来了蝴蝶 我在众人协助下 引来前往以梅园 祈福的皇帝 皇帝眼见蝴蝶 围绕着我 纷纷飞舞 美不胜收 极客倾倒 我在趁势提 去年今日此地 初见情景 引得皇帝加倍恩宠 不日我便又盛宠依旧 阴汝南王 气势越甚 有蠢蠢欲动之事 引起朝堂多次弹劾 皇帝大为震怒 我趁此献上一记 与玄陵合谋 在华妃面前演了一出戏 玄陵以我不敬之名 将我迁居吴梁殿 没想到 安玲蓉 竟自寝相陪 在吴梁殿 我日日为玄陵担忧 才发现 自己虽恨她狠心 却还是对她有情 但此地消息不通 只能默默祈祷她 一切顺利 近四个月后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小玄子来迎我回宫 说一切顺利 见了玄陵 我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玄陵说 好在有玄青 与我哥一起 里应外合 夺取汝南王兵权 才能一切顺利 现汝南王 以隔去王爵尊荣 贬为庶人 终身幽进于府中 慕容是一族 也已夺去爵位 并斩了华妃的父兄 虽纵有余波 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惩处了 汝南王一挡后 对于有功之臣的封赏 也陆续而来 哥哥 尽为政二品力部尚书 家风太子太保 哥哥进兵部侍郎 与林军都统兼 汉林院士讲学士 自我从吴良殿回宫 玄陵对我的宠爱 一如以往 而玄融 因着在我幽进吴良殿时 自请与我为伴 玄陵对她 更是另眼相看 十分宠爱 回来后 我去了梅庄的存菊堂 梅庄拉我进寝殿 见无人了 方道 听说华妃 已无所依靠 犹如飘瓶 听说 乔选士也不敢 和她一同同住 早早避了嫌疑搬了 我晓得梅庄 言下所指 轻声道 我们自然是不能出手的 总要避嫌 且不是她亲近的人 知道的底细 毕竟不多 我抿嘴一笑 该是用人的时候了 此日 结于曹琴墨 致凤仪宫向皇后告发 华妃慕容世兰 毒害瘟疫 策划纯贫之死 私交外臣 梅庄 甲韵等罪状 周宁海曾是华妃手下 最得力的总管内奸 昔日亦是风光无比的 可是落到了慎行司手里 无论什么人 无论什么人 都是一样的 不到天亮 她就受不得重刑 招供了 得到贡状的玄灵 即可照正三品以上的嫔妃 和出手揭发的曹杰宇 距于皇后宫中 宫状上的陈述 令玄灵 勃然大怒 上面不仅有曹杰宇所诉的 墓鼠粉事件 纯贫之死 交接大臣 还有指使于更衣 在我药中下毒 推梅庄入水 梅庄甲韵 以及陷害其他妃嫔之事 皇后取过贡状细看 粗眉道 当真是庆竹难书 于是问玄灵 皇上打算怎么处置华妃 玄灵寂寞良久 方一字一字道 华妃慕容氏 久在宫围 得行有亏 卓 废除封号 降为从七品选侍 牵出密秀宫 居于永相 我心中一沉 玄灵 她到底还是放不下 梅庄连日来 为了玄灵 并未重成慕容氏 来一世 大为光火 又听闻 香跪瓶浸岩 杀慕容氏 反被训斥 越发的终日 闷闷不乐 我瞅了个 学校日晴的好日子 特意请了梅庄 来我宫里下棋散心 天色渐渐晚了 我只和她 有一搭没一搭 续续说着 新近的四位贵人 谁更得宠些 由着小允子 带人进来 一盏盏 点着了烛火 我问 我问 奇贵人呢 锦西答 娘娘忘了 强儿留慎平功力 就来说 请奇贵人 今日听戏去了 我 我哭一声 道 雪财化 她晚上回来 怕瞧不见路滑 你在她店门口 多多点上灯咯 锦西答应了出去 我见小莲子 走在最后 示意她留下 她道 来了 在西墙根下 梅庄见她 眉头眉脑 说了这一句 不觉疑惑 我让小莲子出去 向梅庄轻笑道 姐姐 想看慕容诗兰 怎么死的吗 我微微一笑 端起烛台 拉了她 向寝殿里去 我的寝殿阁墙 就是奇贵人的暖阁 此时她不在 想必是无人 我顺势将烛台 扔在垫脚的木桌下 火苗搜一下 窜了起来 梅庄大害 惊道 你要做什么 我许许道 姐姐别慌 也别出声 我打开窗 冷风 呼呼直灌进来 风是越大 火是越大 我忙拉了她出去 依旧如常 坐在吸暖阁下骑 梅庄惊魂未定 我估算着 火烧得要被人发现 还需要一点时间 简要紧地告诉了她 梅庄 释然微笑 静静道 既然做戏 就要全套做足 我可不想 她再有生路可逃 她居然起身 奔向内殿 我支不好 急忙奔进去 床围 衣柜 聚已烧着 梅庄宽广的衣袖 已然着火 我脑中忽然一想 举了盆水 便泼了上去 梅庄 凝合一笑 声音 清碎如冰 道 我可不想死 众人大声呼救 玄陵匆匆赶来时 唐立宫的后殿 已烧毁了大半 到处都是焚烧的 刺鼻气味 乌黑的凉雨 和水泼的痕迹 狼狈不堪 我浑身是水 冻得瑟瑟发抖 勉强裹了一条被子 取暖 梅庄一世 玄陵冲了进来 将我裹进了 他的明黄玄湖大厂里 抱着我道 没事了 没事了 我 又冷又惊 骤然被他抱在怀里安抚 心里冒出了一阵 即将大功告成的 凛冽快意 嘴上 却呜呜夜夜哭了出来 唤 皇上 他急急忙忙看我 问 没有事吧 我用力摇了摇头 满脸是泪 指了指旁边的梅妆到 皇上 梅姐姐他 我父又哭了起来 温石出正半跪在梅妆面前 为他包扎手臂的灼伤 玄灵又急又怒 向身后喝道 好好的怎么会走水 宫里的掌室内奸呢 小允子正在一旁忙得手脚并用 听得玄灵贺问 忙不迭跑来 道 皇上恕罪 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 不过 纵火的人已经抓到了 正等着发落 玄灵闻得纵火二字 神色一变 道 戴上来 正是服侍慕容玄氏的素洗 事发时 他在我宫外鬼鬼祟祟 并在他身上 搜出了打火石和火油 人赃并获 纵使他失口否认 拼命喊冤 也无人肯相信 他没有纵火 玄灵冷道 区区奴才 哪有这雄心豹子胆 慕容氏一向狠辣 倒是朕小去了他 他没心挑动 向里长道 告诉皇后和静贫 连夜审问慕容氏 若经属实 即刻打入冷宫赐死 不必来回朕了 我回首 建梅庄 嘴角 凝了丝冷笑 亦是从心底冷笑出来 疏然意气 我那失去了的孩子 只觉得痛快和伤痛 交杂着 激上心来 皇后和静贫 从来与慕容氏栏为敌 落入他们手中 即便他没有指使纵火 也会证据确凿 何况 现在铁证如山呢 果然 没多久 皇后便下旨赐死慕容氏 我想着 送他一程 便去冷宫告诉了他 多年未孕 坚因皇上赐的欢宜香 他整个人 正在当地 手中紧紧钻了那枚香囊 似要捏碎他一般 梁九狂笑出声 痴痴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心中 有一瞬不忍 很快 却刚硬了心肠 一字一字道 因为 你是慕容家的女儿 辱男王的人 若你生子 他们邪幼子 而废皇上 我没有说下去 其中的厉害 他自然知道 华妃的衣巾 皆是泪水 过的片刻 他没有再哭 脸颊泪水 干涸 只仰头大笑 身子 剧烈地颤抖 皇上 皇上 他害得我 好苦 话音未落 只听 砰的一声 温热的血 疏然溅到 我的脸上 我迅速闭目 连连后退两步 再睁开眼时 他的头 正撞在墙上 整个人 软软倒在地上 手里 只钻了那枚 盛着欢宜香的香囊 至死 未曾放开 雪白的墙 鲜红一道淋漓 点点血迹斑斑 如开了一束 鲜红耀眼的桃花 甄嬛与梅庄 以苦肉计 火烧唐离宫 陷害慕容世兰 玄陵将慕容世兰 打入冷宫赐死 慕容世兰得知 多年不孕 是因皇上所赐 欢迎香后 绝望 触避而死 树大招风 现慕容世兰已死 甄嬛又受尽恩宠 她会成为下一个 慕容世兰吗 又会有怎样的变故呢 二月二龙抬头那日 天似乎有要放晴的迹象 玄陵在皇后宫中 依照了我和玲蓉去陪着说话 天南海北聊了一会儿 皇后笑盈盈向玄陵道 前两年宫中多有变故 又延迟了选秀 如今宫中嫔妃之位 多有空缺 皇上可有一选几位妹妹 填一填空缺吗 玄陵望着我道 那就请皇后选个好日子 尽封晚贵贫 立为昭仪吧 我忙下贵谢恩 玲蓉满面结实微笑 道 姐姐大喜 玄陵温言向玲蓉道 怎知你没有喜呢 她转手向皇后道 建安贫为从四品方一霸 她略沉吟 又道 就择了日子 和晚贵贫同日进风 也算是他们同喜吧 不久 皇后就择定为二月十二进风 当我在太庙中 行完册封礼仪 医治去皇后宫中聆听皇后训导时 忽然发现 册封所穿礼服的裙具上 多了道寸把长的裂口 我心中惶惶一惊 册封用的礼服形同欲刺 怎可有一丝毁损 等下 若到了地后面前被发现 岂非大罪 内务府总管江州敏说 前两日皇后宫里 拿了件衣服来织补 乍看着 颇有礼服的衣制 恐怕是 皇后做妃子时的衣裳 绣的是狄凤 并不是后服的凤凰图案 可来顶过 说吧 她赶紧去取来 给我换上 等我赶至昭阳殿 简秋说 方才皇后娘娘 头疯发作 难受得紧 此时皇上 正陪着娘娘在服药 等下便可出来 让我稍候 偌大的昭阳殿 就我一人 静静站立其间 奇异的沉默 似乎有脚步声 有人失声唤我 婉婉 我转头 却是玄灵 皇上 我轻轻唤她 隔得远 电中光线 也不甚明亮 我瞧不清她的神色 只听得她的声音 有些含糊 你怎么不换我四郎了 四郎 我有些含羞 更有些惊诧 在皇后的宫中 虽无外人 可也不好吧 她向我奔来 急剧的脚步声里 有不尽的欢乐 朝夷册封一致 所用的八束三钗 诸语雷雷 细碎的流苏 遮去了我大半容颜 压得我的头 有些沉 她紧紧地 把我抱在怀里 仿佛失去已久的珍宝 富又重新获得了一半 欢 婉婉 你终于回来了 她的语中 用情如丝 我的心 骤然 沉到了底 被她紧紧拥抱着 良意 却自脚底 冷冷漫起 她抱着的人 是不是我 婉婉 这个 本不属于我的名字 这样的疑惑 叫我深感不安 我屏息 一字一字突出 臣妾甄嬛 参见皇上 她身子一领 渐渐松开了我 她古怪地看着我 片刻 淡漠道 是你呀 她这样的神情 让我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仿佛一盆冰冷血水 兜头而下 骨子里 结实冰凉的 我极力维持着跪下 轻轻道 臣妾参见皇上 她的目光 有些疏离 一把抛开我 把我丢在地上 冷冷哼了一声 只问我 衣服哪儿来的 这时 皇后才出来 见此景 忙问慧春 是怎么回事 慧春一见我 大惊失色 忙跪下哭道 前夕日子 娘娘整理 纯元皇后救物 发现这件长衣上 掉了两颗猪 让奴婢拿去 内务府缝补 不知 怎会在 昭仪娘娘身上 我脑中 轰然一响 只余了一片空白 这 误穿了 纯元皇后的固衣 可当如何是好 皇后 又气又急 怒不可遏 喘着气道 糊涂 本宫千万交代 你们对先皇后的 务事 要分外上心保管 你们竟全当做 耳旁风吗 旁的也就罢了 偏偏 玄灵的目光 有些正中 这是她第一次 遇见镇石穿的 她很快逼试我 语气陌生 而冰冷 简短地吐出三个字 脱下来 我一时有些尴尬 脱去外衣 我只穿了一件 品色暗纹的衬衫 是绝不合一致的 然而 我迅速脱下 双手奉上 平直下跪 臣妾大意 误穿了 纯元皇后 故意 皇后去眼 瞧着玄灵 小心道 赵仪一向谨慎 必不会故意如此 怕是有什么缘故吧 她向我道 你自己说 我平静摇头 道 臣妾在来皇后宫中时 发现礼服破损 不得已才暂时借用此衣 并不晓得衣上的来由 我唇脚 曼上一缕漆黄的笑意 胸中气息难平 若非如此 我盯着玄灵 却是说不下去了 只向皇后道 原本是臣妾的错 臣妾愿意领罚 在我心中 何尝愿意在她眼中成为别人 罢了 罢了 这样生冷的寂静 片刻 皇后迟疑着道 昭仪她 玄灵面无表情道 昭仪 虽然行过册风里 却没听你训导 算不得里程 我心中 已然冰冷 如此 却也一阵 不觉苦笑 罢了 我在她心里 原当不得昭仪 她所一念牵挂的人 并不是我呀 她看着我 仿佛是远渊居高临下一般 道 唐理工已修建好 你就好好去待着思过吧 我的失宠 就是在这样一夜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全盘颠覆了 心 从剧烈的痛与滚热 随着碳盆里彻底燃尽的银碳 续成了一滩 冷静的死灰 我醒悟 一切 不过是个圈套 似那件毁损的礼服起 而醒悟之中 是更深切的悲乳 她给我的一切情意与荣宠 不过因为 我是个相宜的影子啊 日子 过得死寂 曾经唐理工一切的优渥待遇 尽数被取消了 内务府的人 自然见风使舵 百般苛刻 送来的冷饭粗粒 大半也是腐烂生冷的 许是食欲不振 渐渐 我整个人都失了力气 精神伟钝 今夕焦急不堪 几番要为我疏通侍卫 去请太医 奈何 守卫唐理工的那些侍卫 极是雄满 态度很是恶劣 直到皇上 直到皇上有过旨意 不许这宫里有一个人出去 别的咱们也管不了 终于 那日我沉起换衣时 体力不支 脚下一个虚浮 便不省人事了 醒来时 却是温时初在近旁 点中 傅又升起了炭火 温暖而明亮 经他们说明 我才知 自己 竟已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皇上一下子 让温太医 照顾我的身孕 虽未恢复贵品应有的礼遇 也准以贫礼相待 而刘朱 未叫太医 竟拼死 撞在守卫的刀上 我一时 闻得这样的噩耗 心中脚痛 正正流着泪 锦西握着我的手 寒泪道 若娘娘伤了自己 便是将来想为刘朱姑娘报仇 也有力无心了 这话说得重肯 我再难过 也听得入耳 我缓缓止了泪 声声道 不错 只有我好好地活着 刘朱才不算是枉死了 桃花盛开的时候 春天的燕子 重又飞来筑巢了 杨柳思耳一绕 春风也被缠得熏热起来 叫人生了莫名的汗衣 自我有孕后 玄灵一次也没有来看我 也不许任何人来探望 唯一可随意出入的 只有温时出一个 为我带来一点外头的消息 宫主李治 怀孕九月是可派亲友探望的 可我这已九月有余 一直都还没有家人消息 问芳若姑姑 她也是支支吾吾 直到有人想用此消息 刺激我流产 我才得知 因管事告发真衡 结党营私 真是一门被削除爵位 父亲被贱为江州刺史 远放川北 哥哥冲军岭南 扫植皆已入狱 得此消息 我设法向玄灵求情 终于得以在大殿 面见玄灵 不想 她竟如此绝情 此时 玲蓉还趁机告知我 嫂嫂与侄儿已死 我恨得几乎要呕血 腹中急痛欲裂 似要蹦开一般 我的手 软弱地垂了下去 最后一眼 只瞧见 自己心红的裙脚 蜿蜒如何 我在昏沉中 无数人的声音 催促着我 用力 用力 满天的杏花 轻薄如霄的花瓣 点点地飘落在我的身上 我为她萌生出 卷入后宫争斗的决心 医院殿的初夜 她拥挤我的身体 肯然道 你的心意 朕视若归宝 必不负你 前尘如梦境 在我脑海中 如流水划过 终成一地霜雪 只剩下一片 白茫茫 真干净 我挣扎着 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似乎有巨大的喜悦 环绕在我的周遭 婴儿响 婴儿响亮的啼哭 和欢悦的笑声 我疲惫地 那么长 那么多的事 入宫四年 仿佛已经过了一生 那般久远 带我睁开眼 已是光明的白日里 锦西寒喜寒碑 迎了上来 妾妾道 贺喜娘娘 生下一位地鸡 地鸡是早产 尚不足愿 她一来瞧过 说是要好生养育照顾呢 我终究是产后无力 抱了片刻 就有些吃力 却仍舍不得放下 锦西轻声在我耳边道 皇上来了 来看娘娘呢 我正道 说我身体不适 不见了 抬头一见玄灵 踏了进来 她看我一眼 道 还在生气 你还是想不明白吗 我哑然 只得道 皇上希望臣妾明白什么 她 颇有几分感慨 你已然为朕生下地鸡 还要闹这样的义气 只要你愿意 朕明日就可下旨 遵你为朝仪 她靠近我 柔声劝道 环环 若你肯 你还是朕的宠妃 朕待你和从前一样 昏冷笑 笑得不可抑制 片刻停息道 皇上以为 还可以吗 她的神色 她的神色瞬间冷了 刀 不错 的确是朕太过垂怜你了 你这样的心情 实在不适合在宫中 久住了 宫中 我早已逆为了 恨吗 爱吗 都已经不要紧了 家已散了 人已亡了 我厌倦到底了 我何尝愿意再待下去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于是 我抬头 静静道 这个孩子 还没有娶命 臣妾 行将离开 孩儿的名字 就容许臣妾来娶吧 请皇上成全 他的目光 平静得几乎没有感情 梁酒 到 好 所有的酸楚 瞬间 蹦上喉头 我死命把眼泪 逼回眼眶中 一字一字 一字一字到 就叫 婉婉 长发婉君心 臣妾做不到的事 但愿地基 能够做到 我这个 无用 无用 母亲的一切 不要再发生 在她的身上了 臣妾残生 也会于清灯 古佛之盼 为她日夜祈祷 我脸衣 郑重跪下 扣手道 臣妾 还有一事相求 她的目光 定在我的脸上 轻声道 你说 我道 静妃娘娘 入宫年久 膝下无子 又素有慈母之心 臣妾希望出宫后 可由静妃娘娘 来抚养低姬 以为万全 她思量片刻 道 皇后和端妃 皆有所养 静妃还可托付 我再度 深深叩手 道 如此 臣妾再无所憾 梁酒 我轻声而坚决道 朱贤断 明静缺 朝露夕 方时歇 白头饮 伤离别 努力 努力加餐 勿念切 金水汤汤 与君 长绝 明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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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败 而止 再无别话 她的声音 有些酸涩 好 好 既然如此 朕已无话可说了 你去意语绝 笼月 朕自会与静妃好好抚养 颜婉 辟 抚袖 冉冉 离去 三日后 我被废去所有封号和氛围 逐出唐离宫 退居 京郊的甘露寺 带发修行 锦西和幻璧 执意以我随行 留下了其他人 照顾隆月 窗外 细雨绵绵 公车自涌向落路而过 经过云艺店 不过四年前 我便是从这里 踏进了后宫 哇 屋子笑了 当时那样年轻 那样心高 不知收敛 虽无意于入选 可是一时无意 在玄陵面前脱口诗词 才有了后来 那么多的纷争和风波 若有可以后悔的时候 我必然最后悔那日 宫门一出 熟悉的红墙 已在身后 此生 我终于走出了 繁华鬼魅的后宫 我垂下马车的布帘 轻轻 而悲哀地笑了 甄嬛 甄嬛受刺激 于十月初六早产地基 取名婉婉 玄陵赐号 隆岳 甄嬛自请出宫礼佛 将隆岳托遇静非抚养 甄嬛发现自己不过是 纯元皇后的替身 不觉对爱心思 经此打击 甄嬛还会再爱吗 是否还有爱人的能力呢 我到甘露寺时 已是黄昏 下的车来 被山峰一扑 身上便有些凉紧紧的 幻碧和锦西 忙收拾了行装 跳下车来 一边一个扶住了我 锦西轻声道 这十月里的山峰 已经凉了 娘子刚生产过 别吹坏了身子才好 自出宫 她不再叫我娘娘 怕我伤心烦恼 又因身份 确实尴尬不明 潜意之下 只换我娘子 说话间 她搭了件外袍 披在我身上 我们入德大殿 拜见静暗住持 和静白师傅 静暗住持 给我取法号为 莫愁 将我们安置在一处草房 一开始 大家相安无事 但日子久了 渐渐就不那么平和了 虽说我们吃穿用度 遵循大家 但锦西每次领用 总招人为难 竟给些呛人的黑炭 我听说了 实微可泣 但又无可奈何 想着 求人不如求己 不过是些探而已 自己上山砍去吧 静白见我要去拾柴火 让我给她五夜拾一篮 我见她说得理所当然 不愿与她起冲突 于是 微微硬了 没想 我拾了回来 她并不满意 让我重拾 要不 不许吃饭 我只得 一往前坡捡去 正割了两下 却见莫言 闷头走了上来 说我 这怕是又要重拾 她教我割哪些草 适合做柴 并帮我割了两担 让我去跟静白交差 果然 静白见我后来 挑回来的柴火 半句挑剔的闲话 也没有 只皱着眉头 撂下一句话 以后每日 挑两担柴火去 见我转身 默默告辞 她又粗声道 好好洗洗去 宫里有人来看你 别好像咱们 委屈了你什么似的 我心头一震 宫里 谁会来看我呢 我是被逐出 恭敬的不祥之人呢 我心头忽然一热 原来是方若姑姑 说是太后 怕有人为难 让我每月 为她抄经佛 方若姑姑 每月来娶 顺便 与我聊聊天 我才知 清河王为我家之事 向皇上求情 遭了训斥 被皇上派去上京旧都 散心思过 无照不得回京 不由 不由 对她更深愧疚 如此 一跃跃过去 冬天熬过去了 春天也到了 一日午后 在西边换衣 一个困顿 手中的一件衣裳 随着流水飘去 我暗暗心惊 那衣裳是净白的 这样丢了 少不得又要再起风波 我赶紧往下游追去 却见六爷 有一匹白马 正低头在河边 嚼着青草 戳饮河水 怡然自得 我一见之下 轻声笑道 这马必定是王爷的 他灿烂一笑 道 娘子如何得知 我微笑 抚摸着马背道 因他那种 意态闲闲的样子 与王爷你 如出一辙 玄青大笑 这匹白马 跟随了我六年 把我的坏处 学得十足十 我弯腰摘下一树青草 喂到白马嘴边 问玄青 什么坏处 玄青带点浅薄的坏笑 眼神明亮 都 都爱慕美人 他的话语 让我神色黯然 我如今在甘露寺里 日渐憔悴 容色伟黄 再无昔日风姿 然而玄青 看我的目光 亦如既往 丝毫没有在意 我容颜的伟败 他发觉了我的黯然 凝视着我的双眸 弹荡荡荡 所谓美人 并不以美色为重 若以容貌延痴 来评定美人 实在是浅薄之至了 心慈则貌美 心恶 故貌丑 他从马背上 取出一卷画轴 道 两日前 我进宫向皇兄谢恩 又拜见了太后 因而见到了一个人 我想 你一定很想看看 特意画了来 请娘子指教笔法 他解开画轴上 附着的红绳 画卷徐徐展开 我的神思在一瞬间 被画面牢牢吸引住 再移不开半分 一年时光 隆月居然已这样大了 我几乎不认得她 真感念非常 玄青说 她十分喜爱隆月 以后每隔两月 便画一幅来请我品评 问我可愿意 我听吧 很是欢喜 这欢喜与愿意 叫我欣喜的 连眉毛也飞舞了开来 玄青此举 不至于如同 我看着笼月逐渐长大 叫我这个做母亲的心 如何会不安慰 我心中十分感念 玄青的细心妥贴 有一种细微 不可知的默默温情 随波而胜 玄青的到访 固定在了每月两三次 为着避嫌 也为着我不为流言所困 她常在我出去换洗 或拾柴时 在山脚长河边等我 起初 常常是她 让阿静告诉幻璧 她会去的时间 然后等着我 去与她相见 渐渐地 许是默契使然 我常觉得 自己仿佛能知晓 她何时会到 于是去了 她便走在那里 我偶尔问起 她只一笑 我左右不过是无事 便在河边徘徊 徘徊多了 自然小的娘子 何时会经过 她的笑意 淡然如简简风 横过平静河面 千栋 淋淋波光 除了每两月 送来拢月的一幅画像 今一时刻 她多与我谈论 佛法或是诗词 偶尔无画 只一同坐看云起时 或者她得了什么好书 也送一本来给我 甘露寺中的岁月 总是哭淡而寂寞的 除了经文与劳作 几乎没有别的乐趣 而与她的闲谈 让我在孤寂里 还记得一点诗词的情怀 也算偷得浮生的一点乐趣 渐渐入冬 我的劳作依旧繁忙 身体却日渐变得疲倦 常在深夜里咳嗽不已 秋末初冬的造气 逼得我无法安睡 幻璧与锦西急得不得了 幻璧还亲自去了趟 温石出的府邸 丹温大人被留在了太医院 处理宫中事情 已多日没回复 因我这样日渴夜渴 被静白他们以为是肺牢 不肯再与我共处 住持未免冲突 让我还是先搬去 凌云峰那儿的禅房 安心养病 因我身子虚弱 莫言将我卑制凌云峰 叮嘱我好生休息 她怕大雪封山 不好再常来 先走了 大雪在傍晚时分落了下来 本是下着雪珠子 沙沙地喧闹着打着窗子 幻璧和锦西趁着落雪前 拾了些干柴火来烧着 可依旧是冷 小小火盆的热量 几乎无法烤暖身子 我的身子微微发抖着 明明觉得冷 身体的底处像有一块寒冷的冰 身子却滚烫滚烫 燥热难当 恍惚中 仿佛是幻璧在哭 脑子里嗡嗡的 好似万马奔腾一样 混乱着发疼 迷迷糊糊的 像是抱上了一块 极舒服的大冰块 安慰着我身体里的焦热和痛楚 那冰热得融化了 过了虚雨又凉凉地抱上来 那种凉意 像夏天最热时喝了一碗冰镇梅子汤 那种酸凉连着五脏六腹每一个毛孔都是舒坦的 我翻一翻身 再来抱着我 如此反复多次 才让我的高热退下来 而今 我醒了 我忙让幻璧带我去看她 我在她的床前坐下 轻轻轻伸出手去 按上她全躯的眉心 轻轻为她舒展 我就这样静静坐着 看着她的睡容 心底无限宁静 她双眼睁开的刹那 迸发出火烧云般的惊喜 照亮了她因病而黯淡的脸 她挣扎着起身 道 你来了 你可好了吗 我含笑道 已经能起身来看你 你说好了吗 她握一握我的手说 手还这样凉 又问 来了多久了 我缩回手道 不过一个时辰 看你好睡 便不想叫醒你 我问她 亲 你要喝些水吗 她几乎不能相信 挣了一挣 喃喃道 你叫我什么 我缓缓站起身 泡了一杯白菊茶 递到她的手中 嘴角含着浅浅的笑意 亲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她舒然坐起身 笑容慢慢洋洋 泛起在她 清俊舒朗的脸上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华儿 我做梦也想不到 这次 我并没有缩回手 只轻轻道 世间的事 往往是想不到的 我把茶水 救到她的口边 先润一润喉吧 她喝了一口水 并不急着喝下去 只含在口中 静静看着我 目光中情深无限 她轻轻道 华儿 是什么时候 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意 我摇头 老老实实道 我不晓得 我宁神细想 或许是在长河边 或许更早 是我当年小产之后 在你用笛声 引我出唐离宫 为我解心事的时候 我叹息道 清 我并不晓得是什么时候 因为一直以来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总是你伸手拉住我 不让我倒下 她摇头 眸光中有无数神采流转 不重要 都不重要了 要紧的是 你现在在我怀里 对我说这样的话 环儿 我判了多少年 她的食指 与我的食指 牢牢叫握 仿佛无尽的欢乐 和懂得的感激 都被握在这双 手心中了 和清 和清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是快乐而充实的 然而每一天 我又都在矛盾和挣扎中入睡 想着我和清 似乎是没有未来的 可每一日醒来 看见微薄的晨曦 在窗帘的格子里 细细地筛进来 想到这一天里 我也许又可以看见她 整个人像浸淫在 巨大的喜悦和甜蜜里 这一日 她带我去安妻冠 看她的母妃 没想到 太妃竟很是高兴 说清是个重情义的孩子 对我用心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 让我们好好走下去 虽前路坎坷 但事在人为 只要我们两个人 心在一起 太妃的话 句句入情入礼 我字字回味 与玄清一道 深深拜下 自安妻冠出来 玄清神色喜悦 道 如今可放心了吗 我差人道 什么 玄清 闻一闻我的手指 认真了神气道 我带你来见母妃 告诉母妃我们的事 是想要你明白 我带你 不是做朝夕露水之情 而是希望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心内的感动 像开出 无数柔软而芬芳的樱花 灿烂地填满整颗心 我在不能置信的喜悦中 几乎要落泪了 她握紧我的手 放在她的胸口 低声而坚定 你要相信我 我用力点一点头 扶在她的肩上 有她这样的允诺 哪怕前路再渺茫 我也可以 有一分坚持地直信了 两久寂静 我靠在她的胸前 滴滴道 太妃真美 贤卿和月微笑道 母妃的美并不是天生的 或者说 从前在摆仪时 母妃不过是颇具姿色 再无这样的风情 她见我疑惑 所以解释道 只有一个全心全意爱着的 并也被爱着的女子 才有这样的容色 是任何脂粉都描画不出的 母妃是经历过 完整的爱情的女子 我会议 所以她的眉梢眼角 她的一平一笑 才有这般美好和温存 那完全是 美好的爱情来过的印记 借着月光 玄清 与我携手而行 在宫里时 我明知你是皇兄的宠妃 除了在你身后 默默地看着你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曾经十分绝望 却也十分希望 你的脸上 有我母妃一样 因为爱情而带来的美丽 我希望皇兄 可以给你这样的美丽 可除了忧伤和心机 我从没看到过 你脸上有这样的神情 婉儿 在宫中的 寥寥可数的几次见面里 你有几次 是真心愉悦的 每一次见到你 那种欲哭无泪的样子 你知道我有多心疼 贤轻的手指 温存地 抚过我的眉毛 郑重无比道 如今 有这样的机会 我一定要让你 被全心全意地爱着 我 握一握她的手指 默默道 我也全心全意地 这般对你 玄清 温然而笑 我只觉得 如丝情意深重 连月光 也是沾染了蜜甜的 这一晚睡前 我再无挣扎 与矛盾的念想 只安然 扶枕而握 睡足醒来 已是次日午后 我倦待睁开眼睛 锦细笑音音道 娘子一觉醒来 宛若心生 玄清 为救甄嬛 不惜自损身体 使得甄嬛心意松动 玄清抓住机会 表白心意 并带甄嬛 见她母妃 得到她母妃认可后 两人私定终身 两情相悦的爱情 是幸福的 但是 这种幸福 能持久吗 他们真的能够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吗 这一年的春与冬 在这样的甜蜜 与欢好里 疏忽过去了 这一日小雪 玄清策马而来 说她受玄陵之托 明日要去百姨 刺探赫赫赫军情 她说 等她回来后 就让我 以温太医配的 假死药 瞒过身份 带我远走高飞 我与她 结衣为世 等她一个月归来 我们就能 永远在一起了 然而 一个月过去了 玄清却依旧 迟迟未有归期 不仅没有归期 并且连一点音讯也无 我心中焦躁不堪 每日食欲不振 才发现 自己竟已有 一个多月的身孕 我伸手扶着 还不显山漏水的小腹 心里翻涌出 甜蜜的期望 满心欢喜地 等着亲回来 不料 却等来温时出的坏消息 她竟说 青城座的船只 在滕沙江翻了船 连尸骨都找不回来 我的泪 一滴一滴滑落下来 无声 蜿蜒在我的面颊上 我迷茫张口 心神剧痛之下 只问 她为什么会死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翻船 连尸身也找不到 温时出的声音 有些低迷地潮湿 已找到青河王 所成的那艘船的残害 那船的龙骨 和寻常船只 并没有分别 但船底木材 却并非用铁钉钉结 而是以生交绳索 交缠在一起 再将河中一经行事 生交绳索断开 船便沉没了 我泪眼迷离 越听越是心惊 谁要害她 是谁要害她 我恍然地激烈摇头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尸首都没有找到 她是不会死的 温时出按着我 不让我挣扎 急通道 事已发生了 是谁做的也不可知 环儿 你要镇定一点 腾沙浆的水那么急 泥沙滚滚之下 尸体就算找到 也认不出来了 我痛得冷寒寸寸 不自觉地按住小腹 锦西一边忙不迭地 为我擦汗 一边忍不住 埋怨温时出 温大人也太不晓得轻重了 这个时候 还说这些做什么 娘子怀着身孕 这样的事 即使要说 也得挪到娘子生产完再说 温时出 用力一顿足 道 我不忍心瞧她 为了等个等不回来的人 等得这样吃力 她握着我手臂的力气很大 声音 却愈加温柔 你虽伤心 但有些事 不得不打算起来 若你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 七日失魂散 我会照旧让你服下 有锦西他们抱你病故 我带你离开这儿 咱们找个地方 轻轻静静静地过日子 我泪流满面 全身的力气 在得知玄清死讯的那一瞬间 被骤然抽光 软弱而彷徨 她的话 我充耳不闻 只痴痴地流泪不已 我呆呆地抱戏而坐 任她星辰月落 我不眠不休 水米不沾 如此几日 直到锦西看不过去 以落胎药来挤我 才让我恢复斗志 我要活下去 为了我未出世的孩子 我不能死 为了我的父母兄妹 我不能死 为了死得无辜的玄清 我不能死 但想好好活着 为他们报仇 就离不开一个人 我细细考量了一番 还是决定回宫 给我孩子一个名分 此事需要好好谋划 这时 锦西自请 去拉拢玄陵的贴身太监 离长 他说 离长对他有意 他愿与离长对食 这样或许离长愿意帮忙 我本不愿这样委屈他 但他说 此生已如此 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于是 他去私会了离长 回来告诉我说 离长会以正月上香为名 引玄陵至甘露寺 让我好生准备 没几日 玄陵果真来了 我举目见五色九龙伞 迎风朝阳 玄陵扶着离长的手 沿路而上 他再见我的瞬间 目光晃了几晃 驻足不前 我微微一笑 向身边的锦西道 锦西 我又发梦了 总好像四郎 就在我的眼前 锦西死命地 掐一掐我的手 娘子 的确是皇上 奴婢不敢欺骗娘子 是吗 我淡淡地 扬一扬嘴角 伸手去抚玄陵的脸 缓缓道 四郎 我每天都要见他许多次呢 我脚下一软 已经站立不住 锦西惊叫着 要来扶我 玄陵一步上前 以身臂 把我抱在怀里 轻唤道 缓缓 我半躺在玄陵壁弯中 他胶着的神情 随着我睁开的眼帘 扑进眼中 他握紧我的手 无限感叹与唏嘘 竟化作一句 缓缓 是朕来了 我振振片刻 玄陵 他意识老了 眼角有了细纹 目光不再清澈如初 数年的光影 在我与他之间 弹指而过 出入恭维的谨慎 出城恩性的幸福 失宠的悲凉 与他算计的 心酸到出宫的 心灰意冷 岁月改变了我们 唯一不变的是 他身上那些 明黄色的 云纹九龙滑袍 依旧灿烂耀眼 一如既往的 昭示他 久武至尊的身份 我几乎想伸手 去抓住这明黄 我有这抹明黄 才是能够要到 我想要的呀 我微微伸出的手 被他理解为 轻易的试探 他牢牢抱住我 叹息道 欢欢 你离开镇那么久了 长久的机遇 与不可诉之于口的哀痛 化作几尽 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倒在他的怀里 啜泣不已 四郎 四郎 我等了你这样久 泪光束缩的余光里 里长拉过锦西的手 引着众人 悄悄退了出去 此后 一跃之中 玄灵又寻机来 看了我两次 两情欢好 遇见深浓 我想着 身形即将明显 且现在时机成熟 于是 那日 里长 照例送东西来时 我的恶心呕吐 恰恰被他 瞧见了 里长 微微惆怅 很快 很快明白过来 他不由喜形余色 忙跪下磕头道 恭喜 娘娘 我低头 拨一拨 袖口上的流苏 轻声道 皇上 皇上知道我有孕 难免会高兴过头 公公得提点着皇上些 宫中诸事烦乱 我的身孕 实在不必惊动了人 我瞧他一眼 你是有数的 里长 沉吟片刻 旋即道 奴才晓得 只皇上晓得即可 只是 娘娘既有了身孕 皇寺要紧 总要请太医来安胎的 锦西早已思量周全 唯唯向里长道 娘娘现身份未明 许多事情上都尴尬 更怕张扬 倒是太医院的温大人 与娘娘才有几分交情 不如请她来 为娘娘安胎 里长这哪有不允的 一叠声的硬了 说吧 他急匆匆告辞回宫去了 不几日 温时初就急匆匆地来了 问我为什么这样 我说 若有别的办法 我未必砍走这一步 如今 他能帮就帮 不能帮我 也不会勉强 我和这孩子要走的路 本就艰难 一步一步 我会走到死 但即便死 我也要保全他 梁九 他愧然长叹 满目哀伤 如死灰 最后 他答应我 他会去告诉皇上 我怀的身孕 只有一个多月 之后 他也会全力护我周全 又过了两日 皇上欢欢喜喜地 让我随他回宫 说他会召告天下 从心策我为妃 与端境二妃并立 让我安心养胎 为他生一位皇子 我听巴 喜极而泣 而这喜之后 更有无数重的悲哀与恨意 在澎湃 我温柔 浮在他的胸前 将胸腔内的冷毒 化作无比柔顺 道 四郎有这样的心 缓缓就心满意足了 他郑重道 等朕安排下去 就让人来下旨 你再忍耐几天就是 闻言 我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锦西和幻碧 闻讯皆是欢喜 这日晨起 锦西为我梳头 鼻子细细地 划过头皮 是一阵警觉的酥凉 锦西轻轻道 听里长说 宫里来了册封时 预备着午后 就要来宣旨 接娘娘回去 我看着 镜中 薄如蝉翼的鬓角 淡淡道 也好 免得夜长梦多 锦西笑道 皇上这般重视娘娘 只不知 请了谁做册封使 是国公 亦或丞相 更或者是宗亲 我默然道 册封的旨意要紧 管谁是册封使呢 却不想 竟是玄清 来做册封使 他痛苦地看着我道 我千辛万苦拼死回来 都是为你 可我一回来 却要亲眼见你万千荣宠 被迎回宫去 迎回皇兄身边 他亮腔着 退了两步 阴雅道 我情愿自己 生死呵呵 永远不要回来 他停一停 我若不回来 现实 如一把顿中的绣刀 一刀一刀 割裂我与他之间 所有的情谊 我泪流满面 你若不回来 就不会知道 你才一走四月 我便琵琶别抱 你若不回来 就不会知道 我在以为你尸骨无存后 又迫不及待地 回到紫澳城 回到你皇兄身边 你若不回来 就会一直以为 我会等着你 盼着你 在凌云峰等你归来 就不会知道 我是这样一个 无情无义的女子 我哽咽 狠狠心道 我本就是这样 无情无义的女子 无情无义 她 她 男男良久 仰天疏狂大笑 眼角 有青泪涌出 我强抑住 心底翻涌的痛楚 情 我实在可以告诉你 我只想了却 我与你的情意 我按住小腹 滴滴刀 想必 里长已告诉你 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三个月 你该知道 这孩子不是你的 她颓然转身 声音里 掩不住的灰心与伤痛 不错 三个月 便是我才走了一个多月 你便和黄兄在一起了 她牵住我的手 她的手那样冷 那种冰天雪地般的寒意 从她的指尖 一直逼到我的心口 环儿 人人都以为我死了 那不要紧 你要自保求存 也没有错 我只是痛惜你 你是从紫澳城里 死心出来的人 何必再回到伤心地 去苦心经营 我实在不忍 说吧 她拥我入怀 她的怀抱 那样温暖 似乎能为我 抵抑住 这世间所有的风刀双剑 连她的气息 一如从前 清爽甜淡地 渡若气息 只愿叫人 沉溺下去 沉溺到死 她的话语 似绵绵的春雨 落在我耳机 缓缓 现在还来得及 只要你肯跟我走 我情愿不要 这天皇昼贵的身份 与你做一对 不依夫妻 在乡间平凡终老 跟她走 和她厮守到老 是我长久以来 无依所愿 然而时至今日 她真说出了口 这句话 似一盆冷水 疏然浇落在我的头上 浇得我 五内肺腑 都激凌凌 行转了过来 我豁然 从她怀抱里抽出 不忍看她惊恶 而失望的神色 齐创道 若我与你一走 首先牵连的 便是你 必是修行的母亲 即便你要带太妃走 那么其他人呢 我们能带走所有吗 我的声音 微微发颤 从胸腔里逼下出来 亲 我们的爱情 不可以自私到 不顾我们身边的人 不能牺牲他们 来成全我们 我看着她 我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她的神色 愈加悲弃下去 然而这悲弃里 我已明白 她的认同与懂得 她是温润的男子 她不会愿意 因自己而牵连任何人 这是她的软弱 也是她的珍贵 我不忍再听 亦不忍再看 我只身离去 至于她一身 萧萧 隐没于风中 之后 我刻意回避玄情 回避对往事 留恋和期望 从甘露寺遥望 遥遥能望见 清凉台 白墙壁瓦的一角 然而 我才看一眼 已觉心酸不已 不忍 也不敢再去看 甄嬛以为玄情已死 为了孩子 她决定重回皇上怀抱 却不想 就在回宫的那一天 竟是玄情来迎接 要迎接心爱之人 送入他人怀抱 这何其残忍 他们能做到若无其事 不引人怀疑吗 甄嬛又是否 能够顺利生下孩子呢 此日清晨 我不得不 另换了副心肠 冷面出门 里长早候在外头 忙迎上来 行三拜九寇大礼 道 恭迎娘娘回宫 我缓缓起身 玄青扶住我的左手 一步步踏上珠红卷潭 我微一滴手 看见自己尚不明显的小腹 看见身盼 执手相扶的那个人 心中一脸 不由地仰头 看那药木日光 这半居高临下 我猛然涌起一股凛冽的心肠 我要这天下都匍匐在我的脚下 我要将这天下至高的权力握在手中 保护我腹中这个孩子 保护我要保护的所有人 回宫后 皇上策我为正二品妃 赐号碗 并当众宣布 说我当年是为齐国运昌龙 而自寝出宫 倾心修行 如今五年期满 才特策为婉妃回宫 为我堵住悠悠之口 玄陵还心修了魏央宫 赐我为柔仪殿主位 我看了看寝殿 很是奢华 忙说愧不敢当 自寝别殿而居 玄陵扶住我 谋中沉沉尽是柔弥光滑 你在外头为朕受了许多苦 朕今日所做的 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我淡然一笑 说什么补偿呢 皇上言重 皇上与臣妾之间 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有和暖的风涌过 搅消帐内 别有甜香绵绵透出 见我微微疑惑的神情 玄陵笑音引道 不错 是鹅离帐中香的味道 我微露赞叹之色 不觉含了一缕笑意 此香原是南唐国后 周俄皇所调 南唐国破后 此法失传已久 不知皇上何处得来 荣儿素善之香 此便是她的手笔 也难为她 配了数千种香料 才配的这股方 若换了旁人 必没有她这份细心 朕有时不能安眠 闻得此香便会好受不少 听玄陵如此极口夸赞 便知这几年 安玲蓉如何盛宠不衰 贫不清云 我按捺住气性 等她走后 叫温石初来看此物 温石初查看良久 松了一口气道 此物用时并无大忌 只是点此香时 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一兰花 不然两物相遇 会使深热情动 我不觉面红耳赤 肃然道 宫中不许嫔妃 善用魅药迷惑皇上 何人敢用此物 何况一兰花更是少见了 温石初温言道 娘娘保重身体 以免忧思伤身 听沉一句 既然回来了 那么不怕没有来日 我一时默默 吩咐了沐浴熏香 只静下心来 等玄陵回来 如此一夜温柔 次日清晨 我四更十分 便起床梳妆 去向皇后请安 发现之前选秀新人 或死或废 所剩无几 不免叹息 次日 梅庄陪我一同 去向太后请安 太后恩威病师 加以试探 我勉强敷衍了过去 回城时 崔薇宫主为齐贵品 以庆平宫里 十子铺在玉兆宫前 差点害我哗叫 好在 有梅姐姐和幻璧护着 才有惊无险 没想到 我这才回来 就有人按捺不住了 但我不想打草惊蛇 暂且小心观察 不多久 我便大致掌握了 宫中情况 分清敌友后 我以庆平设计 让玄陵看见 齐贵品 折打旧仆 玄陵大怒 将齐贵品 降为贫 庆平生荣华 长翠薇宫主位 随着我的月份 越来越大 肚子越来越明显 渐渐有不少流言传出 怀疑我月份错假 英文时初说我迈向 英怀的是双生子 我便不在树度 并悄悄 禀明皇上和太后 让他们 未免节外生枝 此消息 先暂时保密 只我们四人知晓 转眼 产期将至 我换来温太医 敲声嘱咐道 旁人都以为 本宫只有八个月的身孕 你心里 确实有数的 若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催产药 也是要先预备下的 这个微臣 自会安排妥当 保管生产的日子 分毫不差 温时初 宁神片刻 道 万人眼中 娘娘已有八个月身孕 这时皇后也不便动手 娘娘暂可无余 要担心的 反而是娘娘生产之际 和孩子出生以后的事 我恩了一生 思虑更重 不由道 本宫的身孕 临盆之期已不远 哪怕他要下落胎药 也不是即刻就能得手的事 如今本宫 沈书源和徐杰宇 都有身孕 而独独沈书源的身孕 未满三月 最不稳妥 本宫就把沈书源母子 全权托付给你了 你必要 保他们大小平安 温时初硬了 不想 没几日 我在回公路上 突然有猫 创我肚上 致我受惊临产 温时初问我 如有意外 是宝大 还是宝小 我让他必须 保下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唯一 仿佛是 过了仪式那样久 久到 我都不愿睁开眼来 魂魄 有一瞬间的游离 身体疲惫得 似不是自己的一般 浑身的力气 仿佛用尽 耳中 有嗡嗡的余音 店内仿佛有无数人 跪了下来 欢天喜地地 磕头贺喜 恭喜娘娘母子平安 喜得双生子 我欲加千年 才一挣扎 便觉得 头晕不已 幻碧与花仪 盲扶了我坐起来 塞了几床软背 让我靠着 我焦急地 四处张望 都是皇子 还是都是地基 那明黄一色 耀目在眼前靠近 扎得我眼睛 萌萌发花 她朗笑的声音里 有无尽欢心与满足 拥我入怀道 缓缓 你送给了朕一对 龙凤成祥 有无穷无尽的喜悦 弥漫上心田 仿佛整颗心 都不是自己的了 满满腾腾 被文人母的狂喜包裹住 我急切道 孩子呢 快抱来让我瞧一瞧 两个软软的孩子 分量都比 龙岳出生时 还小些 龙岳本来 就是八月早产的孩子 这两个 更是自在我腹中以来 便饱受折腾 如此一想 我更是 怜惜不已 玄灵 看着一双小小儿女 声音里迸发着 不可抑制的欢喜 眉梢眼角 皆是蓬勃 似凤凰花的绚烂笑意 欢欢 你晓得朕有多高兴吗 你一下子给朕 带来了两个孩子 乳娘一边一个 把孩子抱在面前 玄灵爱也爱不过来 似的抱着这个 又看那个 兴奋到 宫中从没有这样 双生子的喜事 而且又是龙凤胎 可见朕福气不浅 玄灵的声音 徐缓在耳边 像春水一样 缠绵而温热 欢欢 你为朕 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朕真不知 该怎么谢你才好 他转手 向里长道 传指六宫 乌阳宫晚贫 尽正一品书妃 封号仍存 于皇子满月之时 同策家里 书妃出月后 赐协礼六宫之权 玄灵看着我道 黄焕 你喜不喜欢 我半事娇羞 盈盈望着他 道 皇上的恩赏 臣妾自然喜不自胜 耳后跟 烹烹了起来 书妃的名位 固然重要 可是协礼六宫的大权 更重要 如今 皇后执掌六宫 端妃静妃 与我三人 共同协礼六宫 只要我们三人齐心 皇后再想谋害 我和我的孩子 也不得不顾忌三分 外头有小内奸跑过来 磕了几个头 满脸堆笑道 给皇上道喜 玉兆宫的徐杰宇 诞下了一位小皇子 母子平安 玄灵喜道 身时一刻 比淑妃的皇子 还早了一刻出生 他用力 抱了我在怀中 大笑道 缓缓 你听 你听 燕仪也为朕 诞下了一位皇子呢 我心下一松 他到底是平安 淡欲了 他与玄灵的孩子 也不枉我一番 苦心保他 然而 玄机一紧 他生的也是儿子呢 但我面上 依旧和静微笑 恭喜皇上 喜得林儿 他喜得不知 说什么才好 站起来 娇握着双手 急步转了两圈 书然站住 俯下身 看住我 黄黄 你一回宫 就给朕 带来了这么多的福气 朕 真心谢谢你 我从容迁道 皇上过奖了 皇上天命所受 这福气 自然是不用说的 臣妾倒觉得 皇上今日连得二子 可是极好的兆头呢 以后皇上 定会有更多的皇子 就许臣妾 先占个好口彩 先恭喜皇上了 小皇子的名字 不日便定了下来 大周历来 以水为尊 又尝到 民心如水 既能载舟 也能覆舟 因而皇子的名字 遵律从水部 名为雨寒 小地基的封号 为灵溪 之后 我找机会与静飞 交心剖白 决定将农月 仍托付她 继续抚养 并告知她 多年不遇的原因 是皇后 陷害其 与华妃同住 她知道后 气愤难当 决意与我联手 扳倒皇后 时光 弹指而去 前缘二十一年九月十六 追悦长久之日 大吉 我与徐燕仪 同行 策封家里 我得赐 淑妃金宝 掌协理六宫之权 玄陵与我 并肩而立 珍贵嫔 立于左次 稍后一位 接受众人 万千道贺 我怀抱孩子 盈盈立于高处 姿态端砖何矣 虚弦十余年的 似妃之位 我终于站上 我眼袖痛饮 前缘后宫 至今日起 已不是一人 独大的天下了 两分之术 鸡脚之势 鹿死谁手 尚不知定数如何 唇脚 迈出了一缕 无声无息的笑意 时光缓缓前移 我处理六宫之势 事事力求 谨慎小心 又间新年将至 手中大小事宜 千头万绪 每每与端竟二妃 一起商议 且要照顾一双 新生儿女 也是忙得 焦头烂额 宫中陪伴 玄令最多的 便是胡昭仪 梅庄 与燕贵人 此则为周荣华 和于荣娘子 再次便是燕姨等人 皇后只笑颜 自己能偷闲几日 素日也叫赵荣华 前去半嫁 一日 除梅庄产妻将至 在宫中养胎 其他所有嫔妃 皆在皇后宫中议事 皇上也在 其嫔突然对我发难 说我私通太医 温时初 并找来我昔日家中 婢女芬儿 宫中侍女绯闻 以及甘露寺女尼 静白出面举证 一时 激起千层浪 力求真相 皇后主张 滴血燕亲 皇帝 事意执行 燕血之时 皇后史记 在水中做了手脚 我差点就落入 皇后圈套 幸而我及时发现 割了里长 与我的血 皆融为一体 我大叫 此水不对 我起身 重咬过一碗清水 用银针 再度从怀中 孩子的脚背上 刺出一滴鲜血 滴入水中 端至玄灵面前 请她滴一滴血 玄灵说 不必了 她信我 我坚持让她 还我孩子清白 她无奈 只得一言刺破 一滴血 融入碗中鲜血 肆意对 久别 重逢的亲人 很快融为一体 我轻轻 吸出一口气 道 臣妾此身 从此分明了 我牢牢抱着 怀中 啼哭不已的孩子 顺手 将手中 此碗一掷 只听 安悠一声 急呼 奇品 捂住额头 痛呼起来 她的指缝间 露出几道 鲜红的液体 敷上她已无人色的面孔 我手指奇品等人 冷冷道 皇上 打算如何处置 祥品下得一缩 奇品 犹不服气 昂首道 即使三皇子 是皇上亲生 可淑妃 与温时出有私 三人皆是见证 难道皇上 你不闻不问吗 这时 一栏一带 尼姑莫言进宫 佐证 我与温时出清白 大殿之上 我毫不留情地 揭发了 奇贵人之父 鄂尔加氏一族 陷害我父亲的事情 皇后见 滴血艳亲无果 心中有鬼 拉出宫女慧春 充当她的挡箭牌 说 刚刚谁是慧春准备的 她不知情 玄灵 抬一抬眼 道 朕眷了 皇后也该眷了 以后宫中有什么事 尽可放手 交与淑妃去做 你安心养着身子就是 并下令道 奇贵人扰乱宫围 打入冷宫 康常在 真凭二人捕风捉影 以恶传恶 罚放六个月 绯闻 静白 乱棍打死 这时 玲蓉悄悄以言语 刺激温世出 不想 温世出 竟挥刀自攻 正巧 被玲蓉侍女 引来的梅妆 见此一幕 受惊缠子血崩 离开了人世 我不禁痛不欲生 恨死玲蓉 齐嫔突然对甄嬛发难 说其思通 并怀疑黄似血统 逼得甄嬛滴血认亲 机智地应付过去了 还让皇后 偷鸡不成 反尸把米 甄嬛与梅妆姐妹情深 梅妆地突然离开 让甄嬛痛不欲生 甄嬛会放过 伤害她的人吗 又会如何处置真凶呢 这一年的春天 似乎就是在这样的 阴雨绵绵中度过的 那日的接连变故 使所有嫔妃的心底 都蒙上了一层 难言的阴郁 没有人再敢提起 与那日有关的任何事情 梅妆的死 让一向爱惜她的太后 饱受打击 除了破格追封她为得妃之外 一切丧仪 既按贵妃一致 给予她死后的哀容 雨润被我接到自己身边抚养 因是梅妆遗孤 我格外恋爱 甚至胜过了我亲生的雨寒与灵溪 因为难产 润儿的身子一直比别的孩子虚弱 须得乳母一碗碗将药喝下 化作乳汁喂给她 如此一个多月 润儿的身子才慢慢平复下来 那日的事情 辗转通过胡韵蓉之口 传到了太后耳中 太后圣怒之后 终究不发一言 只和玄陵一样 嘱咐皇后注意保养 无需再多过问宫中事宜 只将一切交于我来打理 数日后 玄陵以管文渊不敬 诬陷淑妃为由 问罪管氏一族 雷厉风行之下 牵扯出当年 管氏诬陷真、靴、洛三族大臣之事 又查出数年来 管氏贪污纳会 交结党羽 刑事严苛不仁之罪 数十桩 朝野震惊 管家败落抄家 成年男子腰斩 未满十四的流放西域 妻女莫为官婢 更衣管文渊废为庶人 死于大雨中 我家终于得以洗脱冤情 真是一族得以回福 不久 皇后禀告皇上 安玲戎有孕四月 请封郑二品妃 我趁此以皇后言 后宫非为多玄 请玄陵大封后宫 玄陵允准 并于八月初七举行 大封六宫的典礼 九月初一为安玲戎生辰 玄陵果然去了景春殿 此时 安玲戎月份已有五月 论里即便玄陵要过夜 也无妨 于是景春殿中声歌厌舞 远远都能看见 丝竹柔软低迷的涌叹 软软一声 无端撩拨起后宫 此消彼掌的醋意 一更时分 我被外头奔竹喧哗之声吵醒 正要披衣出去 却是小允子慌里慌张进来 说不好了 黎妃娘娘小产了 皇上自己也惊着了 我忙更衣往景春殿去 只见满床血迹 太医说孩子已保不住了 这个消息 对于玄陵来说 不至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哪怕她命皇后 调治过堕胎药 哪怕她命人 调治过欢宜香 哪怕她曾有许多个孩子 在母胎中失去了生命 但没有一样 比她亲自用自己的身体 使一个孩子断送生命更可怕 在那几日里 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便是 华焕 朕忘不了 朕醒来时满床鲜血 这个孩子是朕害死的 我无言以对 只能长久地抱着她 她的愧疚 让她无言去面对安玲蓉 她的愧疚 让她寓以安玲蓉 丰厚的赏赐 并打算听从皇后的意见 予以她 从一品夫人之位 以补偿 但此举被太后否了 太后在那日家宴上 当众说出 俄离杖中香之谜 她认为 安玲蓉流产 是因争宠 用了宁香路 来故意引诱皇上 让皇上严惩 但皇上念其才 失去孩子 有所犹豫 我趁此 假意为安求情 结出书痕交一事 众人一同 推波助澜 结出安 陷害杨芳怡 梅庄等恕罪 玄灵听霸 脸上满运 雷电欲来的阴霾 吩咐里长道 缠阵旨意 去搜宫 里长 雷厉风行 不出一个时辰 就搜出 极珍贵的上品摄像 太后才瞧了一眼 喝道 丢出去 她略意思寸 吩咐道 带安氏来 黎菲安氏 是被匆促带来的 她显然未来得及认真梳洗 脸上还残留着 那种颓败的神色 身体微微发抖 玄灵厌恶地望着她 眸中绿色毕露 淑妃的孩子 梅妆梦生 如银的死 是否都是因为你 安氏目光 平静如死水 看不见一丝情感的涟漪 她 正一正装饰 脸衣叩拜 既有当初 臣妾早已料想到今日 玄灵望着 安玲蓉的目光中 有无尽悲悯 痛心与艳增 离妃 你赔了朕十余年 从未有忤逆朕的时候 谁知 你竟这般狠毒 臣妾不喜离妃这个称号 何况 皇上从未真心爱过臣妾 您不过是宠我罢了 和宠一只小猫小狗 有何区别 臣妾算什么 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罢了 她 她 轻轻一笑 似一朵娇弱的花 展开唇边 风姿楚楚 至于狠毒嘛 她目光 一一环视众人的面孔 最后定格在玄灵面上 在座之人 谁没有狠毒过 玄灵再问 有无人指使你 你可有什么要分辨 她再度败倒 语调淡漠而厌倦 一切都是臣妾的错 请皇上赐罪 太后恨其狠毒 不允将安赐死 下令将她进足以景春殿内 不许人伺候 日日派人掌嘴 安氏宫中人 亲者杖杀 愚者卖出金为奴 安妇斩立绝 尘埃落定后 我在观音巷前 为我未曾出世的 第一个孩子 燃起一炷尘香 李长过来道 李妃说 想吃甜杏仁 我点头道 太后说过 想吃什么给她 衣食供应不缺 她还是李妃娘娘 李长 应了声势 天晚 重重宫殿暗云 披上了浓墨浑金的色彩 在木匣的垂映下 渐渐变成 无数重叠的深色剪影 有内奸声音 骤然间力爆发 李妃娘娘 没了 我问李长 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长说 是有时一刻 因李妃娘娘 午后想吃杏仁 于是传了好些 其实那些杏仁的分量 是不会致死的 谁知 李妃娘娘将从前 一点一点要去的杏仁 全藏了起来 今日一并吃了 她一枕了说 是伏杏仁过多 中毒而死 我木然片刻 她死了 安玲蓉死了 我骤然大笑 笑得不可遏制 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 我的喉咙里 竟有这样畅快的 笑声迸发 耳边 游子想着当年 我与梅妆的欢笑声 玲蓉娇窃窃窃的 含羞不语 十余年岁月 终于 爱的 恨的 都离开了我 这年的冬日 便这样 寂寂过去了 然而这寂寂 也不过是 湖面浮波而已 这日 皇上正在和我闲聊 忽然胡韵蓉 气鼓鼓地来了 说他想学纯元皇后 将芭蕉 垫在蒸笼上 蒸食物 谁知 奴才们非说 今年天气冷 连芭蕉心都冻坏了 想要个芭蕉都没 太医魏林 正好在我宫中 请平安麦 文言说 芭蕉杏梁伤身 有孕之人 更不能碰 玄灵听吧 不觉触景伤情 这时 锦西奉上 纯元在世时 喜欢喝的杏仁茶 正巧 端贵妃出现 提起纯元 曾教她和朱怡修 杏仁茶的做法 并说当年 纯元皇后的饮食 皆由朱怡修勤俭 而杏仁茶 既是滋补益寿的佳品 又是杀人戾气 玄灵不觉失色 什么 我轻轻喊首 黎妃是死于 服食杏仁过多 纯元皇后有孕 怎可服食杏仁茶 端妃摇头道 黎妃自财 所食的杏仁 毒性颇大 而杏仁茶所用 是京师附近 特产的甜杏仁 反复炮制 断无毒性 只是 孕妇 不过分多时便好 窗外 雨淑风皱 春寒刺骨 恰如端贵妃 此时言语 一如长针 深深刺入骨髓般疼痛 若有产妇不知 每日所食的杏仁茶 都是加了少许 陶仁粉 便会如何 魏林大惊失色 盲贵下道 若真有产妇 天长日久 服食少量陶仁 孩子纵然在腹中长大 也会胎死腹中 生下的死胎 会身带亲子斑狠 孕容似想起一事 问道 若是偶尔还用芭蕉叶 蒸煮食物呢 魏林冷汗沉沉 忍不住举袖去擦 若于陶仁双管齐下 胎儿必不能饱 但若此间 常有让孕妇 经济优私之事发生 那么极难察觉 是陶仁与芭蕉之效 玄陵的眼神 飘忽不定 静默片刻道 甘事与苗氏 屡屡生事 纯颜因愧疚 致使苗氏小产之事 常常经济夜不能寐 又要对两位 沸沸言行 百般隐忍 其实非常辛苦 蕴蓉轻轻 傍在玄陵身边 声线绵绵 如寒针身刺 表哥 那些是外印 真正原因乃是 这些陶仁和芭蕉 寒姓日积月累 才害死了 纯元皇后和狄皇子 时间 像是被寒气所宁 过得格外地缓慢 玄陵一字一字突出 是谁 烛光燃得久了 殿中有些暗 只有长窗里 透进一缕琉璃瓦上的雪光 笼在端贵妃 沉静似水的面庞上 如巨雪凝霜一般 纯元皇后亲妹 当今皇后 朱怡修 声音若能试人 大约也如玄陵此刻一般 朕记得 为宝纯元饮食周全 一应细节 皆是遗休谨守照顾 朕以为 姐妹情深 玄陵目自欲练 胸口起伏如海浪潮汐 芸蓉眉烧眼角 皆是雪亮如刀刃的恨意 纯元皇后如何登上后卫 皇上心知肚明 朱怡修焉能不恨 焉能不报仇夺位 别看她素日恭谨 其实心肠阴毒 连青姐姐一忍心杀害 玄陵一把推开她 大步流星出去 一边吩咐里长 随朕去慎行司 玄陵在慎行司 整整一日一夜才出来 宣我与胡韵蓉 去遗元殿 玄陵双眸威和 指着跪在皇后身后的 秀夏与慧春道 他们都已招任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后看一眼 饱受苦行的二人 伸手握起慧春 被长针刺透的指甲 沉申道 皇上 慧春与秀夏受刑深苦 这样的供词 算不算驱打成招 玄陵冷冷道 他指上伤痕 是招供后 朕所惩罚 罚他们为虎作仓 助纣为虐 他们两个人的供词 也很清楚 若是驱打成招 招不出那么前后一致的供词 他深重的怒气 从唇角 慢出一丝伴侣 你放心 若非朕亲自审问 朕也不敢相信 陪朕多年贤 会有家的皇后 会连自己亲姐姐 也能狠心毒害 皇后冷淡道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 何必再来问臣妾 玄陵记怒 且哀 你难道不怕报应吗 午夜梦回 可曾梦见婉婉与孩子 向你追魂锁命 他若锁得去 便尽管来取 省得朝阳殿 长夜漫漫 我总梦见 我早邀的孩子 向我啼哭不已 晃动的烛光 悠悠暗暗 皇后的脸 在烛光里模糊不清 像沾水化了的墨迹一般 隐隐有热泪 从她干涸 而空洞的眼窝中 缓缓流出 她哭诉道 臣妾的儿子 因病妖王时 姐姐已经有了身孕 皇上 你只顾着 姐姐有孕之喜 何曾还记得 你还有个长子 皇上 臣妾的孩子 死得好可怜 臣妾抱着她 雨中走了一整夜 想走到阎罗殿 求满天神佛 拿臣妾的命 换孩子的命 她还不满三岁 就被高烧烧的浑身滚烫 不治而死 而姐姐却有了孩子 不是她的孩子 锁了我儿子的命吗 我怎能容她生下皇子 做上臣妾孩子的太子之位 臣妾是她的母亲 臣妾怎能忍受 你疯了 玄灵的面孔 被深深的哀痛尽痛 不可自拔 是朕执意要娶婉婉 是朕执意要立她为后 是朕与她有了孩子 她急不置皇后身后 一把狠狠地揪住她的衣领 怒道 你为什么不恨朕 她与她的脸 近在咫尺 皇后温热的呼吸 浮在玄灵面孔上 她的气息 渐渐变得急促而激烈 目光似贪婪一般 游离在她的面上 缓缓道 皇上以为 臣妾不想吗 臣妾多想恨你 可臣妾做不到啊 油滚烫的泪 滑下她冰凉的脸颊 皇上眼中只有姐姐 可曾知 臣妾对您的爱 不比您对姐姐少 玄灵听霸恨极 让我准备一指废后 这时太后出现 她让玄灵想想 当年答应纯元 会好好带朱怡修的 朱门不可出废后 玄灵默然 此日 玄灵下旨将皇后 进足朝阳殿 非死不得出 并取走所有宝印 宝册 以墨留更衣分力 对待皇后 并小玉六宫 与朱怡修 死生不复相见 皇上知晓 纯元之死 乃是皇后所为 抑郁废后 却被太后阻拦 只得保留其皇后头衔 但是已与她恩断义绝 死生不复相见 宪皇后虽未废 但已是名存实亡 之后 会是谁上位呢 甄嬛有义后位吗 皇后被禁 形同废入冷宫 虽无废后旨意下来 然而太后日渐垂危 人人都心知肚明 一旦山林崩 皇后便会被废除后卫 牵出紫奥城别居 中宫之位动摇 嫔妃间一时流言纷乱 蠢蠢欲动 虽明面上 尚未见后宫有什么举动 可关于龙庆帝废后的旧事 倒是在宫中 欲传欲裂 一时间甚嚣尘上 牧春时 赫赫的摩格大汗 趁着万木复苏 水草肥美之时 自逝粮草充足 率二十万铁蹄 自都成藏经 直逼据上经 只有八十里的燕民观 国事危急 连太后亦跟着幽据交加 再度牵动成科 终于在五月二十七那日 崩于宜宁宫西殿 驾鹤先去 桑仪后 摩格提出上经拜会 玄灵不欲在京师 与他相见 便借避暑之名 在西京太平行宫 召见摩格 这日 玄灵设宴 招待摩格 宴上摩格出难题 被经我指点的 拢月所解 摩格深深看了我一眼 随后 摩格向皇上 敬献熊皮 不料熊皮突然 挣脱铁笼 向我袭来 我幸得玄卿所护 得以脱险 但玄卿此举 引得皇上怀疑 再加上 摩格以我 作为退兵条件 皇上让我 将计就计 找机会毒杀摩格 事后 他会派人接应 此日 玄灵便告知内宫 淑妃为熊皮所伤 忧郁成病 无法料理后宫事 命贵妃 得妃 共携六宫事 并挑选夜庭中 自愿出赛的 窈窕宫女 赠予赫赫克汗和亲 非凭宫眷 无事 不得惊扰淑妃 事业 我有小轿 送至城门外 摩格见我 只身下轿 身后只跟着 一个锦西 他笑了笑道 你跟皇帝夫妻一场 他也不来 送你一送 当真薄情 我 置之不理 只是扶了 锦西的手 上了大仗车 坐稳 方才不及不徐道 千里相送 也终须一别 不必这样 儿女情长 摩格笑道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子 我并不看他 但莫道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无患可搏 摩格朗笑道 是 难得皇帝肯割爱 否则 即便本寒 大军压境 他要不放本寒 也未必有别的法子 我扬一扬嘴角 算是对他的回应 只伴合了眼养神 他也不多言 上马起行 直出了夜明关 与大军会合 再又走了百余里 摩格才下令三军 扎营休息 不想 在夜明关外 清静率兵追来 我不觉惊痛 说他可真是个 十足的傻子 他道 我自知不活 只是不想你和他 远去大漠 皇兄可以不顾你 我不可以 他目光 凝在我的脸上 我曾眼睁睁 失去过你一次 这一次 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无论如何 我只要你好好活着 哪怕没有我 我迅速 抹去眼角 浸出的一滴泪 只抬手 含笑望着他 一字一字 拼了全力道 今日 你若死了 我绝不独自活着 摩格 赶往二人情深 放我走 玉瑶自寝 代替我随摩格而去 清玉带我远走高飞 可普天之下 墨飞王土 我们又能走到哪里去呢 我趁清睡着 让阿进带我回宫 因他是王爷身边 最得力的人 只有他送我回宫 旁人才会相信 是王爷 带人来接我回宫 这样才能免去皇上 有动王爷的借口 行之半路 遇见玄灵 前来接应的人 却是下意为首的 数千人马 他见我被护送回来 大惊之余 连他亦不敢多问 只按先前的安排 悄悄送我回宫 待我行色匆匆 返入宫中 已是午夜 锦西满心忧虑地 看着我道 皇上已派人来传 先叫娘娘休息 天明时分 请娘娘在遗元殿相见 摩格未死 又生出六王的事 娘娘可想好了 要如何应对 我疲借地摇摩格未来 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临近天亮时 我只身站在遗元殿中 玄灵并没有说话 只是她的目光 那样冷 那样远 仿佛浑身上下 都透着寒气 良久 玄灵缓缓起身 将一个精致的纸包 放在我的手上 摸着我的脸道 你用你的行为告诉朕 你对他并无私心 朕是一定要除去老六的 只是朕想给你一个机会 我双唇微微哆嗦 本能地摇着头 去抗拒那包致命的毒粉 她的声音因毒而蛊惑 一切朕都已经安排好了 她此刻在同台 等着朕与她去宴饮 你代替朕去 朕等你的好消息 我挣扎着道 皇上 那么 容臣妾去更衣 不用更衣了 她伸手 为我挣一挣灵山道 朕的缓缓 永远这样美 朕若是老六 也会心甘情愿 喝下你玉手送上的毒酒 去吧 去吧 我默然地被她推着起身 小夏子牢牢挽住我的手臂 往童花台上去 玄灵空洞的声音 沉沉在耳后 事成后 寒儿会是大洲 绝无意义的太子 因为 她有一位深得正 信任又能干的母妃 回眸的瞬间 光线暗淡的书影里 她眸光深邃 如无穷黑洞 幽远难测 隐隐透出一缕 暗紫见光 冷硬锐利 直刺向 童花台方向 童花台电阁中 围帘一卷 小夏子上前 打起帘子陪笑道 皇上午觉睡得不香 此刻还很困倦 所以先遣娘娘 先来陪王爷喝几杯 皇上更衣后 即刻会到来 小夏子 将酒壶放在我手边 满面笑容道 有劳淑妃娘娘陪坐 奴才先去请皇上 酒壶的冰凉 让我触手深寒 事已至此了 不是吗 四夏已无旁人 唯我与她静静相对 她声音轻悦 宛若出下 蓬飞的草木清新 你还是喜欢 飞色的衣衫 默然想起 那一年铜花台偶遇 我也是穿着 飞色裙具 岁月的巧合 当真是要贯穿首尾吗 她的笑意 如一缕照霜月光 城彻彻分明 还记得那张 和婚更帖吗 我心底 漠然一软 几乎不能忍住 眼中悬然泪衣 只得悄悄 用卷子试了 勉力笑道 记得 她微微一笑 有更天 却不曾饮过浇杯酒 我全身一震 心头的绝望 与撕裂般的疼痛 让我不堪重负 我垂手 双截一滴 一滴清亮的泪 至目中凌落 悄无声息 滑落自己的酒杯中 从未实现过的梦 今日就当是我 彻底任性一回吧 我狠一狠心 宽大袖中的植尾 轻轻一按 壶盖的左侧 酒夜迫不及待地 从蛇形壶口 坠落富裕香气 我引去泪痕 笑夜轻沾 若梨花 田静道 好 她身子微微一震 仿佛月下的 与我一震 仿佛月下的淋波一点 她声线清润 你风大了 你去合上窗吧 那样亲切 而熟人的口吻 仿佛还在那些年月 我心中温软到酸处 隐隐行至窗前 合上窗扇 不想 她竟知晓 趁此换过我的酒杯 等再回头一桶饮下 她嘴角 已有血液流出 她伸手吃力地拥抱着我 极力舒展我 因痛楚扭曲的容颜 婉儿 我死后 你切勿哀伤 你要大愿我一件事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平安 活着 我拼命摇头 不 不 请 凌云峰一别 已成终身大错 我求你 别再离我而去 我是你的妻子 我不愿在宫中 你带我走 带我走 她无力地手 颤抖着 亲服 我的面颊 那么冷的指尖 再无她 素日温暖的温度 她拼力笑着 有你这句话 我死生 无憾 她的声音 渐次低下去 我心中 我心中 你 永是我 唯一的 妻子 泪水 漫涌上面颊 月光 白玉玉的 四一口 猙獰的 利齿 咬住我的喉咙 痛苦难当 我豁出去了 轻声在她耳边 嘻喃 雨晗 灵溪 都是你的 几乎在同一瞬 她的头 轻轻地 从我的肩胛滑落 慢慢坠落至 我的臂弯 她便这样 无声无息地 停泊在我的怀中 再无一缕气息 良久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 她的身躯 已彻底冰凉 我冰凉的嘴 吻在她同样冰凉的额头 心痛到 没任何知觉 我适合落魄地站起来 缓缓打开店门 一缕月光 无折无蓝 洒落在我的身上 照得整个人 如冰霜冻结一般 百步之外 明晃晃的刀刃之光 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转头 四下 皆是盔甲寒光 我眼前一黑 玄灵 她果然志在必得 丑谋周密 离长 见我独自一人出来 起初早已备好的圣旨刀 淑妃真是听旨 忠公施德 朕遥感六宫无为 六宫之表率 朕心特许 侧为皇贵妃 钦此 离长扶起我 悄悄逝去眼角的泪光 勉强笑道 恭喜娘娘 这是前所未有之喜 有婚鸭扑冷着翅膀 飞过沉寂的天空 我清楚地知道 有一种东西 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我受测为皇贵妃后 固然是全世倾倒后宫 然而 我所受的宠爱 却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前缘二十八年三月初九 是玄灵四十周岁的天长节 宫中皇帝生辰 称天长节 太后生辰为圣寿节 自皇后圈进 我被立为皇贵妃后 我的生辰 亦许称 千秋节 而今年 恰逢玄陵四十周岁圣寿 虽有亲王逝世已逝 但在群臣奏寝之下 天长节 依旧是极尽奢靡之能事 宴席上 夜兰已以迅寿为贺礼 欲借此杀玄灵 为玄亲报仇 不料 玄灵反应迅速 随手横托住 近旁的田品 往前一挡 田品顺时被撕成两半 玄灵也深受重伤 此时 侍卫也反应过来 万箭齐发 连同骑在豹子上的 夜兰衣 一同射死 夜兰衣死后 玄灵下旨 将其碎尸万段 弃于荒野之中 玄灵的千秋节 因此事 而仓促停止 因着他的伤重难遇 且日渐体衰 朝中立太子的呼声 此起彼伏 愈演愈烈 此时子傲成中 唯我未奋罪尊 因而 借子平母贵之说 请立赵王雨寒之声最高 此外 亦有不少老臣以为 主少国仪 提倡立长 以皇长子为太子 朝中 顿时分为两派 争执不休 皇上问我意见 我建议他立皇四子与润 这下 群臣再无可争 纷纷赞同 玄灵一无一意 前缘三十年的春天 姗姗来迟 在玄灵诏告天下 立皇四子为太子后 他的身体病痛日多 终于在仲春时节 卧床不起 为了让玄灵安心静养 寝殿便移至宫中 最清静的浩阳殿 除了几位得高望重的妃子 其余宠妃 无诏 皆不可随意入内 这一日 我听里长说 皇帝暗自吩咐太医 去取雨寒的血 知道他是又怀疑了 正巧这时 传出汪贵人 已怀孕三月 虽然我知道 这并非龙肿 但是还是故意 让人告知玄灵 引得他欢喜 随后 玄灵查同时 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瞬间大怒 一瞬间 大喜大怒 导致玄灵病情加重 吐血而亡 前缘三十年 七月十一 玄灵驾崩 年四十三 史约 圣神张五孝皇帝 庙号 献宗 皇太子遗灵前继位 登基大典 便安排在太极殿举行 登基大典的当日 亦是册封太后的盛典 未必兄弟名讳 若而更名为 殊润 梅庄为殊润生母 被追赠为 赵慧一安太后 作为殊润养母 我顺理成章地 成为太后 入住宜宁宫 润儿是孝顺孩子 册封礼极为隆重 甚至超过了皇帝大婚的规格 普天之下 万民同庆 大洲附属和临近诸国 皆派使臣前来纳攻相赫 赫殊润均临天下 赫我母仪垂范 同时为我上徽号 明义 史称明义皇太后 心地年幼 本须太后垂帘听证 我已多病相词 只以悬坟 是至亲皇叔为友 命他并辅正之责 而我不过是偶然于公愿 重重之内 轻言一二而已 凤座高位 如能凌云 然而 其中冷暖 如人饮水而已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甄嬛传》就要在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跟着作者的细细描绘 见证了甄嬛 是如何一步步 从涉事未深的少女 成长为 全清朝野的皇太后 本书不仅生动 叙述了甄嬛 在后宫的斗争经历 还包含了甄嬛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看完此书 不知甄嬛的经历 会给你带来 怎样的思考呢 欢迎在评论区 写下你的想法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 期待在下一本书中 我们再见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